第1249集 人族圣体立以教名为天庭 这则消息向一阵风吹向了大地 引起一片的议论声 竟然是天庭 他到底想做什么 怎么会是这个名字他有什么打算 几乎所有人都惊住了 这两个字重于一万军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让人心神不宁 即便是太古万族对这个名字也极为敏感 全都心中一阵 无论是人族还是太古万族的古史 都有关于天庭的神话传说 尽管不可考证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然而许多古族都相信 在那遥远的过去 有一段湮灭的历史 存在过神 诞生过仙 出现过古天庭 杀手神朝 天庭也给人族修士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在那段黑暗的岁月 天庭均临天下 整片大地都被死亡笼罩 而后荒谷时代 传言清帝也曾有意立天庭 曾进过神须 入过先灵 甚至想将神须的南天门移出来 但是这一切最终都不了了之 一代妖族大帝最终作画 留下了永远的谜 谁也不知他晚年时 为何有那样的举动 也许清帝发现了什么 想实现什么也说不定 然而终究是成为了往事 秘心不可揭开 人族圣体立教了 你们知道吗 名为天庭 早一听说了 竟然起了这个名字 真是好大的气魄呀 名字为天庭 谁能告诉我他想做什么 心未免太大了一些吧 起初并没有什么 但是当人们议论开来后 想起这个名字的种种 许多人坐不住了 即便是太古各族 也难以平静 叶凡立教 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天庭关系甚大 许多人说不出来什么 但是确实这个名字 绝不能随便用 他亏到什么天机了吗 这是人族与古族 许多不朽大势力的疑问 举世都在关注 为什么 他现在就立教了 我父当年都没有敢立天庭 他凭什么敢现在就做 白玉 最为不平静的人 当属天皇子 心中烦且滔天波浪 关于天庭二字 他心中早有思量 也不知道考虑多么久了 我原本等正到那一天 才会尝试立天庭的 将来说不得将提前立教了 夺你的一切 天之村 两个孩子在占卜 一遍又一遍 冷汗都流了出来 只不天庭二字 结果却心惊胆颤 什么也算不到 我们只知 而今用这个名字立教 影响将会无比深远 事好事坏 实在是算不出 两个小家伙身心疲惫 现在还不是让我们 所有底盘浮出水面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办法 遮盖这一切 没问题 神算子爷爷 将历代祖师都纪念过的福节 给了我们 可以镇压一切天机 两个小家伙信心十足 肯定的达到 那好 我去外面立教 是只有一个人的天庭 其他都遮盖吧 不要让天机泄露 叶凡转身离去 在这一日 东荒再起波澜 叶凡立教 名为天庭 只有一个人 引起各方震动 许多人北上 诸多大势力出动 都想开一开一个人 赶起这样的名号 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 这也是一场大危机 因为当天就有人说 这个名号不能出现世间 天下无人可用 波澜壮库 大势到来 而今各族强者出事 再也难以平静了 在这段时间 不断有人北上 进入神城当地 北域将有一场 关于最强的对决 人族圣体 迎战皇族远古 也许就在近期举行 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同时人们也想知道 一个人的天庭 到底因何而成立 小雀儿 每天清晨都会抱着 乃瓶气喘吁吁的 跑到叶凡的近前 问神子斩道了吗 扑闪着大眼 问气而不舍 叶凡觉得这个小家伙 比他还坚韧 每次都会笑着摸摸他的头 每一次小家伙都会小脸 红扑扑的嚷着努力成功 最终猴子 李黑水 东方野 历天 他们都回来了 他们能够改应到 一场大战临近了 因为远古快出来了 斩道成功 需要巩固 不然这一境界很不稳定 甚至可能会跌落回去 两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以此来推测 远古将出现了 而且 叶凡已经贺问远古 到底敢否一斩 行就给我滚出来 妾如果呢 就赶紧闭口 不要叫阵 他不想给这名大敌 太多的时间准备 因为他毕竟没有斩道 这本身就是一种烈士与不公 所有人都相信 远古不会背负上 妾战的耻辱 锦齐必然会做出强势回应 你还是出去走一走吧 这样枯作不是办法 比于斩道无意 最终 段德那夜出现了 放弃自己的盗墓大业 言成要关开一场龙争虎斗 几人一起骂他没良心 难道想来看戏不成吗 姬子月夜出现了 询问叶凡是否有把握 叶凡如实回应 这一切难了 远古究竟强到了什么程度 他并不知晓 姬子月很向往 很想去看一看 太古各族出世 他们弄出了一个天方 漂浮在天上 用影交换各种真量 人族许多修士都被隐去了 在那里 不允许有任何争斗 你想去吗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了 叶凡笑道 他们登上阵台 一起消失在御门内 有黑黄翼角巫师杀阵灾 有断德的半剑帝兵 在圣人不显化的年代 无人可挡 天方 漂浮不定 在北域各个主要城池上空出现 这一日到了开元城上方 叶凡他们走出玉门后 腾空而起 天空中黑压压的一大片 那仿佛是一片陆地 如乌云一样飘过 在地上投下了大片的阴影 猴子带路 他算是半个导游 对此地还算了解 这片天方很大 像是进入了一座巨城中 来到这片天方 仿若置身于万族棲居地 各种各样的族类都有 相貌不同 有的跟神一样威严 有的则丑陋不堪 立天指向前方 黑哥又碰上你们的本家了 那边有一名天狗族的修者 他手中一座神兵台 天方熙熙攘攘 到处都是生灵 来自各族 有许多的摊位 摆满了琳琅奇珍 就在不远处 一个天狗族修者 背上一对洁白的羽翼 头上生有一道神环 站在一座一米 剑方的冰魄前 须与神血诗来换 那可是难得的宝贝 谁愿意拿出来换 这块冰有这价值吗 有不少生灵围在那里 这是一块太阴冰魄 价值连成 乃是一块智阴经合 基因体制的人坐在上面修行 事半功呗 短得呢 双眼放光 大黑狗更是坐不住了 围着神兵转来转去 要不是估计人太多 说不定直接要洗劫了 他不管用得上与否 只要是好东西 就想弄到手中 宁缺物了 然而 此地一切都需要交换 你即便有一方神缘 也不见得能买到真料 古足并不缺少缘 这个东西一定要换来 送给小婷婷的话 让她的修行加快很多 走 向前去转一转 神血诗可不是那么好得到 据说 是神灵的血 浸染成的石头 明刻有天地道文 可遇不可求 珍贵无价 天方中 生灵很多摩肩擦虫 不乏许多强大的人族修士 他们的出现 并未让人觉得突兀 当然 猴子变化了形象 不然 他的特征太明显了 身为斗战圣皇之子 一定会引人关注 大地神辱 足有一葫芦 弄香扑鼻啊 可延年益寿 这可是西斩之物 短得赞叹 他们又发现了 一宗奇珍 一个清玉葫芦 里面的枝叶 洁白如玉 清香诱人 第1250集 可惜啊 还差几千年的火候 不然可以化为 仙枝玉叶 那时就更珍贵了 仅次于不死药 旁边呢 一名年老的古生灵摇头 突然 前方一阵骚动 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一起 向前拥挤而去 将一张草席围了个水泻不通 人们嚷嚷着 出神物了 哎 这就出了什么东西啊 引发这样的轰动 更多的人赶来 天哪 这是九巧通宁神叶 这是培养天宗七才的绝世宝叶 这种东西 怎么有人舍得拿来交换呢 这个地方 一下子喧嚣了起来 挤不过来挤不过去 站满了各族的强者 双眼冒绿光 若非天方有禁阵 不得冲突 恐怕早已洗劫于抢夺了 一块能有一尺多高的石头 摆在草席上 出具人形 胸部已被切开 有一种五色枝叶溢出 芬芳弥漫 黑黄都目瞪口呆了 这种逆天的东西都能发现 真不怕天打雷劈吗 这是圣灵的最初始阶段 当枝叶凝固后就成为了石人 而后 演化了数百万年 会成为一尊圣灵出世 这种东西堪称逆天 虽然不能用来严命 但是对幼儿来说 却是无价神物 灵性十足 可塑血脉于仙台 等 他是用来培养天纵奇才的无上神意 可遇不可求 对幼童作用最大 成人效果锐减 因为几乎顶行了 叶凡叹道 小雀儿童童 两个灵童都很需要啊 明儿的 笨黄也需要 虽然是老胳膊老腿了 但是多吸力几次一样有效啊 黑黄呲牙坐卧不宁 这是谁啊 为何将这种逆天的东西拿出来交换 他是 浑陀大圣的长孙 一只脚 已迈入祖王之境 有人惊呼 认出了那个盘坐在地上 以黑袍罩体的神秘人 需要什么进行交换 可以用严命八百年的药王 显植玉叶 西式龙髓 地命国等来交换 黑袍人答道 一刹那间许多人明了 魂托大圣寿缘无多 这是要进行最后一搏了 要以八百年命 与天一争 即便是太古年间 整片星宇都难以寻出几位大圣来 这等逆天的存在 也为生命无多而苦恼 让人怅然 草西前一下子静了下来 谁能拿出严命八百年的神药来呢 九峭通灵神业的确珍贵 但是不死要 却也绝世 我想要九峭通灵神业 但是因此而让魂托大圣 续命八百年 那就太糟糕了 这样一尊无上存在 一个人就可以灭掉 半颗古星的神灵 叶凡在心中自语 李黑水说道 我们倒别住去转一转吧 九峭通灵神业 虽然拟天 但需要的交换物 同样难求 那里有神血石 黑黄眼尖 一眼就发现了一块 赤红如血的石头 刚被人摆上草席 他色泽鲜艳 有一条又一条道文连一样处 非常的神秘 与引人瞩目 顿时围上了很多人 皆询问如何交换 莫不想得到 据说此时可恋尽气 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需要黄泉水摆金 回应的人阴气森森 不知修行了什么功法 让人感觉在面对一个厉鬼 众人纷纷摇头相继离去 这是神鬼族的强者 难怪需要这种东西 可是黄泉水 即便万人葬坑基因几万年 也出不了几碗黄泉水啊 我与你交换 叶帆出手 刚从坠婴崖退出来 他们曾在冥土采摘到幽冥草 将方圆石杖的黄泉池 也跟着收走了 得到神血时候 他们马上向回走 结果呢 那块太阴冰魄还在 顺利称交 总算不需此行 此地好东西可真多呀 真不想移动脚步了 再走下去多半会发现更多逆天的真了 我怕忍不住去洗劫 路过魂拓大圣后人的草席 又一次见到九窍通灵神夜 几人还是有点迈不动脚步 但最终还是离去了 姬子月惊呼 不老先趴 盯着前方的一张石桌 生长于一个瓦盆中 含苞待放 石桌上有刻字写得很清楚 唯有先趴绽放的一刹那 有神小 浮石可让青春涌住 红颜不老 他既不能严命 也不能增加寿源 对于男性修士来说很鸡肋 并没有多少人看中 然而 却让许多女修士为之而狂 这是天性释然 强如魂拓大圣 也有寿源干涸时 但凡生灵都会老 每一位女性修士 莫不想芳华涌在 姬家小月亮大眼扑闪 显然心动 瞄着不老先趴看个不停 那种稀奇的可爱神色 让人想笑 放心 我一定为你换来 无论他需要什么 叶凡这么多天以来 难得见到姬子月这样开心激动 他自然想换取到手 石方太古种族也卖石头 快去那边 大黑狗眼尖 发现了前方的摊位 那边的一条街都是石头 激动的立刻叫了起来 一只大爪子 扒住了叶凡的尖头 就如同缺德胖子 是玩鬼挖坟专家一样 这是你的领域 切出块宝贝来 将九俏通明神叶换来 叶凡拍掉他的大爪子 询问眼前的摊主 不老先怕如何交换 一个女子惊呼 一头水蓝色的长发 闪动光泽 分外的明眼 不远处出现了十几个人 叶凡只认识两个人 一个为火林儿 另一个为远古 远古气势更胜了 让人要窒息 古铜色的肌肤 由稻纹换灭 浓密的黑发与虚空相容 又是一种大道的气息在弥漫 远古 叶凡还没有表示什么呢 猴子差点乱动大棒子 打过去 几年前曾交过手 是你们 远古也立起了眼睛 无法 如普逆武 高大的身躯 跟一堵摸月一样压迫的人 要停止呼吸 叶凡拦住猴子 一步迈向前去 与前方的大敌对峙 在两个人之间出现一片密密麻麻的道文 化作一片场域 突然 虚空中出现一把道剑 斩了下来 劈开了两人之间初步形成的场域 瓦解了一场将要迸发的功法 天方有进阵 不允许出现争斗 除其先是阻止 若是继续下去 则会降下神则惩罚 动辄就会神与行聚匀 叶凡与远古各自退后 没有继续针锋相对 这个对方无法争斗 但心中战意 却已攀升而起 远古 你要躲到什么时候 猴子问道 原来是圣皇子 我一斩道 杀完人族圣体 就会去与你对决 代表我祖父 镇压你父的传承 远古霸气的说道 这不光是强势 也是一种自信 迈入先三 他整个人的气势都变了 树立起了无敌信念 坚信可以横扫一切敌手 叶凡开口 我等你多时了 窃战躲在一旁 巩固境界一直到现在 而今终于赶出来了吗 一切心理攻势对我都无效 当下我是无敌的 你说什么都无用 这一次时间由你而定 我随时奉陪 远古话语铿锵 双方在天方这样遭遇 历时引起四方瞩目 也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望来 最强一场 即将开启了 半个月后 一决生死 好 就在旗下园那片古战场吧 双方话语落毙 天方一片大乱 人们纷纷议论 都在期待大势来临 燃血的第一战将开始了 在这一日 消息像是长了翅膀一样 传向各地 引起各大势力关注 人族圣体将对战 孤黄血脉 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大战 第1251集 追逐步老先怕我要了 需要我拿什么来还 远古对摊主说道 显然是想送给火灵洞的皇女 此时这张石桌 早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各种人事都在关注 奇华的主人很不自然 火灵洞远古这样的人 都得罪不起 他们身后的那些人 也都是皇族 压得他身体都要颤离 叶凡说道 事情有先后 我们先来的 蜘蛛奇葩我要定了 叶兄好久不见 蜘蛛神花 我们公平竞争 火灵洞微笑 一头水蓝色的长发 光亮如绸缎 一笑清成 惊艳四方 好 公平竞争 鸡子月笑道 他青脉脸不上前 大眼弯成了月牙状 莹白如玉的瓜子脸上 挂着明媚的笑颜 这竹花 贪主怯懦了 火灵洞语言使胡的人 看上了奇葩 他心中有些惧异 别怕 没有人会强买强买 你到底想要交换什么呀 后方 火灵洞的一位老人开口 这是负责守护皇女的强者 他刚才对外说 想要九天神域系列中的 玉王来交换 或者是大罗银精等 什么 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远古自语 其他身后年老的皇族守护者 也都眉头大跳 九天神域系列 都是可助传世圣兵的瑰宝 世间无甲难寻 大罗银精意是如此 可遇不可求 祖王都难得到 火灵儿身后的老者说道 有些离谱 他这等身份的人都无希望拥有 拿一株积累奇葩 就想换到 实在是过分 虽然是狮子大开口 但是却依然有不少少女修士驻足 都想得到这株奇葩 叶凡清探 想得到这株花有些难度 他身上有万物母气 有黄血赤金 但是却没有大罗银精等 他并不想让姬子月失望 先去别处转一转 我一定帮你得到一株仙帕 当年 他曾在瑶池切除过一对 病地神花 希望能在前方的那条 其实街有所斩获 也许运气好还能碰到 显然 远古火灵儿以及他们的守护者身上 也不可能有这种神才 只得转身离去 你要留好啊 一会儿我必会送来一块神域王 远古离去时说道 天方是一处盘龙卧虎之地 他们想发动关系 去借来一小块神料 换取这株花朵 远古自然认为不值 那几位守护者 也是一百二十个反对 但是火灵儿却一心想要 而今呢 原始胡在向火灵洞求亲 想要联姻 这株花无论多么珍贵 他们也得要立刻弄到手 怀念啊 当年纵横神称的岁月 真是让人回味 当年 他与叶凡在圣地失方 大杀四方 也不知切出了多少真料 引发一次又一次的轰动 话说 等我成为原天师那一天 一定要去神城 把那块石王捉住 看一看到底什么来头 他们进入了这条其实街 入木尽是石头堆积成小山 占据了天方足有五分之一的地盘 显然 这里也是一处重地 进出的人很多 且不乏一代豪雄 一方族长 全都大有来头 太古年间 大地下蕴含的各种真料更多 有很多都是圆框石 被开采出来直接拍卖 猴子解释 叶凡等人心动 这些石料也不知封印多少万年了 比之神城的要有价值多了 因为这不仅是赌源 还有各种神料等 修成天眼的人不少 但是成就原天眼的 目前仅有叶凡一人在世上 他来到这里后 心中并不平静 这也太坑人了吧 叶凡走出去数百米 发现都是废石 偶尔内运真料也少得可怜 若是购买下来的话 得不偿失 但凡有一丝把握 都不会把石料运来卖出 这都是被筛选几遍的石头 而且这些卖家都很少药源 都是以各自所需的材料来交换才行 因为他们真的不缺源 叶凡走出去半条街后 终于发现了一些好东西 可惜要么是主人所需交换物难寻 要么就是药价太逆天 远高于实际价值 终于他们发现了一片 可以用圆来交换其实的地方 不过呢 所需神源却让人沉默结舌 动辄就需要人头那么大一块 来到这里后 叶凡淡定了 选了一块一米建方的 青褐色的石料后 几番奖价 付出了半颗人头大的神源 开始切实 首选擦破石皮后 历史有刺目神光飞出 内部运有神源 不过这样是绝对就不亏了 而后呢 叶凡继续挥刀 石皮脱落 神源被切开 内部并无更刺目的光 反而神圣柔和 让人的心都为之 宁静了下来 你天了呀 这么一大块大锣银精 这得多少绝食吸针啊 石头被切开了 一下子引起了一片金呼声 此地近乎沸腾 许多人向这里冲来 群情激动 恨不得立刻出手抢夺 薄薄一层神源内 蕴含有多半方银色的金属 流动稻纹 神秘莫测 这堆石料的主人 顿时傻眼 而后哭天呛地 叫到该死的神源呢 神源是一种神秘的物质 可悬空可腾飞 改变石料的重量 被封在内部的东西 难以判断沉重 足足多半方大锣银精 如果没有这层神源 足以压他地表 石料的主人 垂胸顿足 大骂神源误人 让他错失归宝 叶凡笑道 黑水兄这次你练兵的材料有了 大多数人都有一把主兵 是自身继练出来的东西 陪伴己身 一起成长 是掌控其他兵器的主王 当然了 也有人不选择这条 比如段德 只专心同化他人的兵器就行了 他得到半价地兵 如果再去速一把兵主 那就是脑子被门夹了 什么兵主也不可能驾驭 吞天魔杆 上一次 太古炼狱中 所有人都寄兵 李黑水的兵器 因为材质不好 当场粉碎 叶凡想把金刚卓送给他 但李黑水用起来却不顺手 觉得还是自己塑造一把主兵为好 大黑狗叫道 本皇爷缺少主兵材料啊 段德也是搓手 频道也是如此 众人以其鄙视 一个追随过吴史大帝 怎么可能会缺主兵神材呢 另一个拥有半件地兵还枯穷 更是该遭天打雷劈 话说 这么多半方的大罗银精 能铸造几件兵器 圣人都会眼红啊 黑水兄用不了的神材 可以拿回去给小雀儿 彤彤他们 练几副神衣 真他奶奶的奢侈啊 短德都有些 极度羡慕恨了 本皇也觉得差一身 皇者战衣呢 大黑狗脸皮比猪皮都厚 赶紧去换布老仙趴 叶帆收起多半方的大罗银精就走 鸡子月满脸都是开心的笑容 脸上那消失多日的小酒窝 又呈现了 如一个欢快的精灵一样 向前跑去 我刚才眼睛看错了 真是多半方的大罗银精 他大爷的没天理啊 石料堆前一群人震撼 久久回不过神来 这条骑石街引发了一场大轰动 很多人涌来 叶帆他们回来时 不老仙趴还在 生长在瓦盆中 晶莹玉滴 缭绕着一道道光辉 花蕾将要绽放 按照要求 叶帆取出了一块 婴儿拳头大的银精 换取此花 这 探主傻眼了 没有想到这么快 就有人送来了一块神材 让他很为难 虽然想交换 但是很忌惮 太古皇族 按照天方的规矩 我放下大螺银精 就可以抱走这盘花了 你反悔也无用 叶帆呢 扔下大螺银精 直接抱起仙趴 送给了姬子月 嗯 好香 像是要羽化飞仙灵一样 姬子月抱起花盆 无比的开心 闻着花香一副 陶醉的样子 长长的睫毛青产 美丽动人 慢着 远古他们 回归了 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 我们已经完成交换 还没有结束 按照规矩 只要我们带来的大螺银精 比你们多 此话 归我等所有 远古 傲然说到 他取出了一块大螺银精 比叶帆那块大一圈 一条条道文 波动一出 祥和绚热 吸引人的心神 叶帆开口 真是让人头疼啊 放下花盆 立刻走人 半个月我去取你性命 哼 远古冷笑 我是说 你为何这么麻烦 叶帆漫不经心的 打开一个法器空间 又取出一块大螺银精 放在了地上 什么 这是 不要说是远古 就是后方的老人 也都瞪圆了眼睛 充满了惊憾 匆匆一撇 他们见到了 那么大一大块大螺银精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有些晕眩的感觉 不要说是在场的人 就是祖王来了 也得发傻 这么一大块 瑰宝价值几何呢 绝对逆天 要知道 绝大多数圣人死后 都反流下传世圣兵 难以祭练是一个原因 最为关键的是 缺少神才 这么一大块 可不是大白菜 不是沸铜烂铁 而是大螺银精 比之他们皇族宝库中的 银精储备都不见得少 没有人会拿出来用 不达到圣人王 都没资格去炼化 那是给爵士高手 留用的炼兵瑰宝 收起银精 立刻走人 半个月 我去取你性命 叶凡微笑着说道 将原话奉送回 你 远古斩道后 第一次变色 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尤其是当着火灵儿的面 刚才他还在俯视对方 结果人族圣体 亮出来 多半方 大螺银精 他那一小块 相比较起来 太寒酸了 他心中诅咒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 随身携带这么多 想砸死人吗 他愤愤不已 觉得在火灵儿面前 丢人到家了 叶凯 火灵洞的黄女 楚楚可怜 盯着这盆奇花补坊 想让她割爱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但凡女子 没有不在意自己容貌的 即便是古皇之女 也不例外 不老先怕 对于他们来说无假 叶凡说道 我已经送人了 姐姐如果真的想青春永住 以后可以来我家 这猪不老先趴 或许还会再次绽放的 姬子月笑道 抱着花盆 说什么也不肯松手了 真的 火灵洞说道 大眼转了转 自然是真的 当然 这朵花 你就不要和我抢了 姬子月一副会侠的样子 妹妹家住哪里 火灵洞也狡黠的笑了起来 上前询问 旁边的人有些发呆了 两个女子攀上了关系 互相邀请 最恼怒者 莫过于远古 冷漠的盯着叶凡 此证 绝生死一人毒火 不错 这是我所想的 远古与叶凡先后开口 针锋相怼 一股冷冽的杀意 弥漫了开来 让天方都一片森寒 半个月后 七霞园 我很期待你的头颅飞起 金色的血液 洒落那一刻 远古最后 望了叶凡一眼 转身离去 生不能与年轻时代的 圆皇一战 实在是人生一大汗事 那就要斩他的血脉 聊以自慰吧 叶凡漫不惊心的说道 这句话一出口 现场鸦雀无声 连火铃儿等人都恶然 所有人都吃惊 净到了极点 这是何等的霸气 太古德皇 在他们的心中堪比神明 从来无人敢与他们比高 而今令人族圣体 竟是这种语气 远古祸地转过身来 好狂妄 十五日后 徐阳东升 旗下缘不见不散 以你剩些洗我双手 人们哗然 一片嘈杂 所有人都议论了起来 对这一战充满了期待 这将是一场最强的对决 没有什么噱头 而是真正的一场燃血地露战 人族圣体大战 古皇血脉将开启连天征伐 太过分了 该与元皇相比 朕以为自己可以征道吗 我要去观看那一战 要亲眼见到元皇后人 斩掉人族圣体 养我太古皇无声神威 天方中 许多生灵都在谈论 毕竟是这里以太古各部为主 自然偏向古皇后人的居多 认为叶凡太不敬了 当然 也有少量人族修士 文言都有些沸腾 期望叶凡一战攻城 击毙远古 扬人族之危 暴风雨将临 人们知道 十五日后 必会沸腾 天下目光都将聚焦北域 一场京式大战 将要引动五域风云 正式的拉开大势序幕 妹妹 就这样说定了 不久 我将去南域鸡家做客 一定要养好这盆奇花哦 火灵儿微笑 与鸡子月挥手告别 同时邀请她 在北域这段时日 可去火灵洞做客 我们也走吧 身份被人认出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离开时 多半会有大麻烦 段德知道她仇敌不少 挖过不少人的祖坟 平日小心谨慎惯了 叶凡点头 这一次意外 得到这样一大块 神才让他们都很不平静 沿着骑石街离去 那块石料中 有一块羊之神铁 可惜标价太高了 等一等 前方那块石料中 有神缘内部风有金金 可惜了 只是一块子铜而已 并非神才 叶凡边走边观察 想在临去前 再切出几件真料 来这个地方 废石堆积如山 但却也真的有好东西 只是价格都很离谱 叶凡惊讶 这片区域的石料很不一般 几乎都有料 虽然不怎么珍贵 前方 这片石料占地很广 全都是上好的 其实 有很不一般的气象 神锈与灵气缭绕 这个地方出了不少好东西 但主人的要求 却也极为苛刻 此地虽然在寿齐时 但是如果切出来神料 他们有权等价收回 价格很公道 不会有水分 这么多规矩 谁愿意来啊 历天咕噜 然而叶凡却驻足了 此地有不凡之物 尤其是他盯住的一块石料内 蕴含神圆 封有一条生灵 能否跟他们商量下 直接将骑士买走 不再此地切开 猴子文言摇头 这肯定不行 听说这片石料的主人来头甚大 是九皇王 将来可能会成为一尊大圣 不会那么好说话的 几人文言倒吸冷气 九皇王曾经在摇池圣会上出现过 太古年间 曾被斗战圣皇评价过一句 资质不错 而明懂天下 这怎么办啊 叶凡为难 因为真的发现了一宗不同寻常的东西 小子 你是不是发现宝贝了 不行咱们洗劫完就跑啊 大黑狗出馊主意 他在这个地方 见到了太多的宝贝 早就眼红了 嚷嚷了几次 想做一票大的而后跑路 叶凡掐住他的脖子 警告他不要惹事 那凉快哪待着去 案中肯定有人等着我们犯错呢 想洗劫的话 等改天你自己来吧 小叶子 你真的看到好东西了 就不知道 他们这个地方 回收时是否真公道啊 断德的眼睛放贼光 放心 九皇王名栋太古年间 是天下少有的高手 他名下的石料生意 不会出幺蛾子 丢不起那个人 那好 我去切开 只是不知道他们到时候 能拿什么东西来与我交换 这次真发现宝贝了 而今 他们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呢 能这样评价 自然是其真 顿时让身判的几人都激动了起来 小叶子 你发现了什么 连姬子月都好奇了 偏着头问道 嘴角弯弯 挂着柔和的笑 整个人很空灵 带一种神笑 一条龙 什么 几个人都张口结舌 看得出他没有再说笑 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这块石头的标价不算逆天 完全可以成熟 叶凡买一下 当场开始切石 不少人一直在关注 见他又出手 全都围了上来 黑黄刘哈拉子趴在这块青石前 不肯离开半步 真是期待一条蛰伏的龙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条长有一米的青色石料 狠不起眼 被摆放在角落里 显然少有人关注 连几名负责看护石料的人 也都魂不在意 石皮被擦破 悬目的光滑射出 不管怎么说 切出神源来了 肯定不会有亏的 当中 那运有一条胜利啊 有人眼间惊叫了起来 咔嚓一声 叶凡下手很快 几乎在一瞬间解开了石头 露出一块脸盆的神源 内部竟有一条盘龙 浑身金光 惨惨多目 李黑水惊疑不定 乱倒说 又切出来了一条神残 然而 其他人却沉默结说 这不可能是神残 特征明显 与神残族的那形态 根本就不一样 这是一条真龙 我怎么闻到了药香 富与芬芳 恨不得咬身一口 许多人惊呼 全都张大了嘴巴 不可思议的看着园中的盘龙 他若是伸展开来 将近一米长 有一种很特别的气势 不务威而生 死的 不是活物 但这肯定是逆天的宝贝 许多人都亲眼目睹 叶凡切出大罗银精 此时见他解释又出现 这样一条神物 莫不震惊 顿时一片嘈杂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好香啊 该不会是一株龙行神药吧 逆天的宝贝 这几人真是天运悠长 两次切食都得到了瑰宝 让人嫉妒 大量的人涌来 全都嘖嘖称奇 不能认出这是什么 有人怀疑 可能是一条真龙尸骸 叶凡踹了他一脚 妈的 死狗 你把我鞋都淋湿了 此时 大黑狗的哈喇子 哗啦啦的往下流 跟一条小鹤一般 一双大爪子 抱住神圆块 我的 你们谁也不许抢 段德也像凶神附体了一样 一把将叶凡扒拉到一边 骑在大黑狗的身上 抢夺这块神圆 想要居为己有 让两个最无耻 与贪婪的混蛋这么激动 不用说呀 这也是逆天的真谣 显然 他们两个都认出来了 拼命的抢夺 当种恰恰 难道是 叶凡细看 恍然醒悟 就在这时 负责守护石料的几名强者出现 我们要回收 这种逆天宝贝 回收个谋啊 你们拿手来换 黑黄急眼了 立刻与段胖子叽叽咕咕 竟然商量要当场洗劫 罕见的龙丘 而这么大一条 与真龙差不多了 更是贵不可言 世间无价 真是龙丘 怎么这么大 是在逆天 为西式保药啊 许多人惊呼 当今天下 龙丘不会超过十条 最长的也就是一尺 其中有三条在瑶池 有一条在仙府世界 叶凡曾有幸见到过 一尺长的龙丘 即可与药王并论 这样一条就更不用说了 长进一米 清香透过神源而出 可惜他死掉了 血液凝固 药性锐减 不然这样一条 千古罕见的龙丘 绝对抵得上小半珠 不死药了 一位董行的老人叹道 即便如此 这条龙丘也价值连城 哪有东西 可与他并论 若是当作主要去熬炼 可以严命六百到一千年 这是什么概念呢 会让远古生人 都要折腰相求 在这个世上 没有比寿源更宝贵的东西了 尤其是快要耗尽时 一米长的龙丘 浑身金黄盘卧在园中 比在瑶池泥沼中 见到的那三条更像真龙 栩栩如生 黄金龙身璀璨 灵气四溢 体内每一滴精血 都是珍贵的命 最终 黑黄鱼断得的洗劫 与计划破产 四周出现了大量的强者 一个个血气冲天 强大的吓人 真要站起来 肯定没法突围 叶凡问道 你们拿什么来 与我换这条龙啊 他很镇静 坐在一把砖 为他们搬来的宝椅上 姬子月也笑着开口 这是无价先针 你们又不死药吗 有大地专属真料吗 除缺这些 我想不到还有什么 可以拿来交换 呃 这 九皇王的几名下属为难 真的无真无可等价交换 几位可否借一步说话 就在这时 一个黑袍强者出现了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为其让开一条道路 他走上了九皇王的门下 他是 昏陀大圣的长孙 一只脚 一迈入了祖王境界 人们惊呼 都知道他所为何来 他有九鞘通灵神叶 可以交换这条龙丘 九皇王的门下不敢怠慢 昏陀大圣内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一人足以灭掉半颗古星的生灵 惹了他的话 天上地下都没有活路 包括九皇王在内 双方交谈后 九皇王的门下为难的说道 朱建神 我们需要马上禀报九皇王 这条龙丘实在是过于珍贵 我们做不了楚 好 我等九皇王回话 昏陀大圣的长孙说道 叶凡心中暗叹 他就知道会是这个局面 可是 即便他不切此时的话 也早晚会被他人发现 实料上呢 早有一条裂纹 再稍微一碰就可能会裂开 内运的香气 必然会弥漫出来 任何一个凡人走过都能够发现 就更不要说 这些强大的古族了 与其如此 还不如他来切开 还能换取到一些仙真来用 两个时辰后 一名强者归来 九皇王对昏陀大圣无比惊讶 得惜他要借八百年命 遇上天一阵高下 非常钦佩 愿意出让仙真 多谢他日必有后报 昏陀大圣的长孙说道 而后向这里走来 对叶凡几人开口 我愿意 九桥通灵神夜 与你们交换龙秋 可否 事已至此 没得选择 虽然斩获惊人 但是叶凡心中 却有一丝不安 仿佛看到昏陀大圣 屹立这颗古星上 腐蚀众生 与天争夺八百年 将来的事 谁能说得清啊 八百年很远 说不定昏陀大圣 早已提前作画 而你 也许成为一位大成圣体呢 黑皇 他是一点也不担心 蜂祸的喜悦 冲倒了忧虑 叶凡东方野 立天等心中都很激动 盯着这块 其实 他是培养天纵奇才的仙真 这块石头能有一尺多高 石皮成黄褐色 出具人形 胸部被抛了一个小洞 五色枝叶溢出 芬芳弥漫 圣灵的产生很神秘 是天地交态的产物 枝叶为道的精华 宁韵天地法则 一旦化为石质 就构成了石人内核 他需要被天地孕育 数百万年才会出世 因为是因大道交感而淡 故此一出世就风云变幻 当毅力极道绝颠 可与古之大地并论 这是一个最原始形态的生灵 可以说天地和和 他刚化为卵就被人发现了 被抛出了道之经 就此止步 一滴灵液落入一桶水中 就可以为一个幼童 洗水炼谷一次 每月一次足矣 旁边一位老人说道 所有人都眼红了 这是何等逆天的东西 一个族门得到这样的东西 将来可培养出怎样的奇才呢 三五个幼童根本用不完 可以用上两三代人 如果本身资质足够好 在这样辅助 将会有怎样的光辉未来 实在是让人嫉妒 断得搓手 很是激动 而后又大恨 为什么他已经这么茁壮了 舔着脸 其实我觉得 我体内的骨头与脏腑还很稚嫩 接受圣灵洗礼啊 洗礼个几遍完全没问题啊 是啊 本皇也觉得很年轻呢 如那初战的花 刚钻出地表的草芽一样 需要灵药浇管 大黑狗也是脸皮贼厚 叶凡猴子李黑水等人一起比试 一个不知道是从哪座古墓中爬出来的倒鬼 一个是追随过古之大地的狗 也好意思装嫩 他们封印好酒窍通灵神夜 快速离去 这个地方不能呆了 也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注视 如果不是禁止争斗 有屋上的太古杀战震慑 早已发生抢夺了 几位 天方中心有传送阵台 可以确保每一个人安全离去 一位老人善意的提醒 第1254集 阵台很古老 道文密密麻麻 可以自己调整文络序列 而改变方位与距离 它的存在 就是怕生出截杀等不好的事情 最终 他们顺利回到天之村 当齐罗德西弄回酒窍圣灵夜后 激动到差点将几人供起来 山上 云雾蒸腾 小雀儿 彤彤 古妃 古林 当天就接受了洗礼 浑身骨头 琵琶响响个不停 倒倒模糊的法则碎片 烙印进体内 几个小家伙 哇哇大叫 剧烈的挣扎 连小雀儿都强烈反抗 将奶瓶直接砸在了齐罗的头上 手挥脚踢 但还是分别被按进四个木桶中 接受洗髓炼骨 这是一种蜕变 真是 生在腹中不知腹 频道真想烦老还童 再重新修行一遍 我要留下一部分圣灵夜 大黑狗念念不忘先天圣体倒胎 想要培养出一个无始第二来 自这一日起 叶凡开始静坐 开始考虑如何对抗远古 在天方相见后 他觉察到对方的渴步深不可测 远古继承了古皇的体质 这种血脉之力无以伦比 可以说肉身不差于他 而今又一斩道 高他一个境界就更加的可怕了 胜算真的不多 这是猴子他们推演后得出的结论 都曾劝他不要迎斩 等斩道后再去不晚 圆皇所著经文 尖色深奥 一旦悟通 可摘星卓月 崩坏星域 神门浩瀚无变 猴子讲述这一脉法门的种种厉害之处 叶凡认真聆听 段德与黑皇在旁帮助分析 举正古来一些经典之战 以弱胜强 还没站起能自弱的气势 他即便斩道 也不见得无敌 话虽然这样说 但是他却也不得不无比谨慎 分析了种种可能不利的因素 思量如何迎斩 当猴子得兮月 反锁学后 当即就皱起了眉头 你学有树不顾精 这是一种隐患 虽然六经在身 但是根本不连贯 就如一条真龙被人斩成的几段 难以发挥出一龙冲天的无敌之史 叶凡苦笑 到了现在 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某一秘境最强无用 关键是整体的平衡 到了斩道的边缘 越发体会到了 道经 西黄经等并存 几个秘境虽有联系 但却不是那么浑源自如 缺少一种神动的韵律 除非 你能将几种古经合一 修除自己的法 闯出自己的道 不然 诸经在身 也不如一经通透 这是实情 但叶凡也没有办法 当年得到的都是残经 是靠他自己东拼西凑而来 他没有生于圣地 神朝中 难以拥有一部无缺的经文 叶凡琢磨 每一个秘境最强 当年让我心中喜悦 而今修行有成 才发现真相 成为了一种问题 不过呢 道也没有惶恐 想正道 必须要创自己的法 大黑狗尴尬 当年本皇 虽然也发现了问题 但是觉得勇于开拓才好 要是你集诸经于一身 最终深化 说不定可以得到最强经文 远古所留古经很可怕 尤其是最后一篇的禁忌经文 为无上妙法 至今不为人所知 因为见到的人都死了 古之大帝临作画前 都会将生前锁住经书补全 所谓的补全 就是增添最后一篇禁忌经文 那是他们的道的核心与精华 这样一篇秘法 每当出世时 都会精神弃先 经书最终补全的刹那 会有各种恶难降临 迸发意向无比的要挟 每一位正道的人都如此 作画前天地间阴风怒嚎 大劫临时 他们会在最后关头 留下圆满经文 关于这一方面 有无尽传说 叶凡暗叹 至今他都没有见到过 任何一种古经的 最后一页禁忌鲜文 这是他的一大遗憾 姬子月点头 我哥哥以前只学了一种禁术 从来都没有机会施展 而今将成为家主 他才可以彻底一关最后一页 密文令 远古 身份这样特殊 肯定早已关过圆皇的整部古经 想来最后一页神文 早已经烂熟于心 这种密文很可怕 很难对付 过去一只对抗的人都死了 唯一庆幸的是你有九密 不然真的难以抗衡 先三斩道 远古可以理解最后一页经文的部分要义了 这的确麻烦呀 我就是想教你一世 我父所创之密 短时间你也难以练成 最后一篇密文 尖色深奥 叶凡谢过 表示好一心灵 不足半个月了 哪里有时间去学一部古经的精华要义 况且那是斗战一族的道 他不好真个儿去观 我去求哥哥 让他传你最后一篇纤维 在无人时 姬子月小声说道 他很担心 觉得想战胜远古太难了 叶凡赶忙拦住了他 不用这样 这一仗我会赢 活着回来 他不想让姬子月成为家族的罪人 当所有人都离开 只剩下叶凡一个人默默思量 如何战胜对手时 大黑狗又转了回来 罢了 半黄教你一种法术 但你不得对任何人提及他的来历 叶凡愕然转过身来 而后惊醒 是 吴史大帝的前术 嘘 黑黄跟做贼一样 他站在山峰上 观看四野 生怕有人在偷听 吴史二字压千古 多少人在觊觎他的经书 然而自古至今无人可得 世人都很遗憾 他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 叶凡忍着狂殴他一段的冲动 等他传经 过去曾不止一次的逼问黑黄 但这个家伙的口风太严 说从来就没有观过经文 大黑狗 鸡歪个没完 话愉悦到后面 越让叶凡意外 这一次 本活实在是觉得你凶多吉少 连那两个灵童推眼时 不也是满头大汗 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吗 不得已救你一次 当然 你要明白 我只是在想先天圣体倒胎 来到这个世上 大黑狗鸡歪个没完 话语越到后面 越让叶凡意外 啪的一声 叶凡一巴掌 削在他后脑勺上 你少磨叽 赶紧传法 妈妈的 传经失败 人狗大战开始 惊得远处的 银血双簧 心惊肉跳 神子加油 在另一座山上 小雀儿叼着奶嘴 步履攀山 挥着小手嚷着 当一切平静下来 黑黄以神念传音 直接在叶凡心中说话 本黄真的没有观过 吴史经 但是却见他演练过一些 道法 记住了一些 按照大黑狗所说 那些秘法太深奥了 即便是一位大圣在旁观看 也难以全部精通 烙印在内心 因此呢 此法肯定有缺 想得到无双神术 那就别指望了 不过强大无匹是无疑的 可帮他必死结 我不需要你传具提法 你只要将当日所见的景象 给我呈现出来 我自己来悟 你什么意思 觉得比本黄还强不成 这以为能悟出无缺的 无使秘法 黑黄神色不善 我只是想试一试而已 不行的话 一会儿你再指点我 叶凡诱惑 许诺下次帮他去天方 切出一堆神才来 贪婪的大黑狗妥协了 而后又讨价还价了一番 才一改无耻本色 一脸的庄严与郑重 像是换了一个灵魂 你且看好 在这一刻 他神色肃穆 眉心绽放 神光冲出一片烙印 远古的记忆被打开 一组组的摄人画面呈现 一股可怕的气息流淌 一尊大地在画面中附生 一个伟岸的身影 显化在一座倒台上 他将大道纹络 全部的踩在了脚下 第1255集 这个人像是可以破碎永恒 他就那样站在倒台上 将各种道纹全部踩在脚下 连大道都要沉浮 天地自然法则无阻 全部听他号令 无始 这就是无始吗 一个可横扫住天 所向无敌的存在 被人们传送了千古 谁人能见 世间并无其画像 无人知其真身 叶凡心头剧烈跳动 到台上 这个男子太特别了 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有我无天 有我可以无道 他像是可以代表天地 代表永恒与大道 黑发脾肩 雄子伟岸 像是一座不朽丰碑 毅力在那里 无人可超越 可惜他依然是背对人间 看不到他的真容 见不到他的眼神 这让叶凡心中无比的遗憾 在这一刻 古之大地的气息弥漫 像是跨越千古而来 仿若真的在仰望一尊血肉之躯的正道者 为什么会这样 叶凡有一种错觉 这座一人一神的无上存在 为何总是背对众生 在紫山中所见虚影就是如此 陈旧的道台 落下斑驳的岁月 记述了大地的一生 独自盘坐背对众生 他在遥望什么 武士大地开始演化 他的法 他的术 他的道相是横观古今 发生在眼前 呈现在人间 一缕又一缕道光飞出 一条又一条神则交织 他成为天地中心 连日月星辰都围绕其转动 武士之法不说其谜 但是这种气势就让人震撼 这是怎样的一股力量 他像是宇宙的中心 一股气息迎面扑来 将叶凡淹没了 这是 他心中惊悍 感觉像是有一个活着的人 在背对着他 武士大地仿佛还在世上 就在前方 演化正道的秘密 一切是如此玄奇 让他的心神都为之吸引了过去 这是一种术 并非武士全部的道 但是足可以让其他人 去花费一生一世却悟 也许只得皮毛 很近 又很遥远 看不真切 不知如何运转 叶凡心如止水 并未乱了阵脚 睁开天眼去看本质 顺风耳 亦是聆听道的声音 捕捉诡计 我聆听到了道的妙音 她的心中出现了一缕涟漪 双耳中有道在和鸣 交织出一条条有形的痕迹 在她脑海中浮现 叶凡沾动躯体 身随心动 以躯体为法印 荣于天底间 开始一遍又一遍的推演 她忘记了其他 不知身在何方 眼前只有一个伟岸的身影 那是她的目标 是她所追逐的根本所在 无垠的虚空 永恒的道 叶凡忘记了一切 只有眼前的那种道 她在不断的追逐 想抓在手心中 可查一声 一道雷电披露 切裂了这个世界 镇破了这份宁静 扰乱了时空的秩序 让她从这种状态中 脱离了出来 小子 你疯了 一只黑色的大爪子 搭在她肩头 用力的摇晃 怎么了 你为何中断我的思绪 刚才 我要将一切都掌握在手了 刚才你都要化道了 自身都要化掉了 几乎成为天地法则的一部分 大黑狗沉声说道 化道 一个可怕的词 许多强大的修饰 最终都会走上这一步 身死倒消 鬼于天地道则中 是这样吗 可是明明接近了那种神术 将要掌握了 为何要化道呢 他在自问 那是因为吴史大帝太厉害了 他可以镇压天体大道 所以演化法则绝世无双 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也像如他一般 肯定是在自寻死路 不过 大黑狗也相当的吃惊 没有想到 叶凡这样的投入 有这种悟性 几乎要抓住了那种树的本质 抓不住的 就是一位大圣也做不到 所以你不可强巧 没有人知晓 吴史大帝闯那种树的心许 不能共鸣 永远不能进物 而后 叶凡又开始了参舞 望着那道背对众生的身影 演化心中的道 明雾秘术 勿我两望 最终一切都消失了 黑黄关闭了那段远古记忆 唯有叶凡独立山峰上 他闭上了双目 默默的体悟 你传了他什么呀 是不是吴史的道啊 段德神出鬼没 从一个道洞中钻处 询问黑黄 你一敢偷听 大黑狗追杀撕咬 无量天钻 贫道歧视那种人 再说 你在心中传法 我怎么看得见啊 黑黄指不 他在修行上的悟性 还是不错的 快速明道本质 可惜不是先天圣体倒胎 远处 传来了齐罗的声音 谁将天之村的古灵石碑给移开了 而后怒吼了起来 他发现了一个倒洞 我我先去了啊 到时候去关一场金石大战 段德一缩脖子 没入地洞就此消失了 一天一夜后 叶凡醒来 迎着朝霞伸开了手 浑身都被日灰缭绕 整个人变得无比灿烂 这就是武士大帝的一种书吗 他在自语 右手和拳 拳力一击 攻向自己的左手 而后以武士的秘书防御 发生了一种奇鬼的事情 我也许明白了武士大帝的路 叶凡看着自己的双手 心中震撼 远处 黑黄心头矩阵 叶凡花费这么短的时间 就明误出了那种书 让他觉得吃惊不已 能误到这一步极其不简单了 没有人能获得无趣的武士书 大黑狗低语 而后向前跑去 武士大帝所走的路 以及他的道无人可看透 你无需乱想 还是赶紧巩固吧 时间过得很快 九日一转眼而是 还剩下最后六天了 一种紧张的气息弥漫了开来 天之村所有人都在等待 连小雀儿都知道了 抱着奶瓶步履蹒跚 用力握解一个粉嫩的拳头 说神子必胜 这些天以来 北域成为了风云济会之地 各路强人呈现 从天下各地赶来 都想观看这场大战 可以说 这一战影响深远 它关乎到了许多 人族圣体对决古黄血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两大势力的一次比拼 是一场坐以强者的对话 大势到了 天地已燃血 年轻一代也死去了一些英节 但还远不够震撼人心 话云飞 中皇 远古 黄虚道这样的人才是焦点 还从来未有人陨落 而这一次将是一场可怕的大碰撞 将会发生年轻一代最为引人注目的对决 无论是远古死去 还是人族圣体战死都将是一场大地震 大战还未开始 北域已掀起了波澜 各种议论直上云霄 也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关注 谁胜谁负 孰强孰弱 引发了一片热乱 整片北域大地都不再宁静了 举世瞩目 所有人都在翘首以待 叶帆离开天之村 一个人在荒山大野中行走 满步于紫山外 来到过太初禁区边缘 出没于坠婴崖畔 李黑水 东方爷等人 遇随他 没有同意 一个人出行调整自己的状态 以求达到最佳 他徒步走过许多原始地域 来到过很多从未涉足的荒迈中 最终他横堵虚空而去 只身一人到了南域 各路高手骑进北域 七霞园这片古战场不再沉寂 战云密布 很多人提前赶来 一下子多了不少生气 喧嚣的北域 不断赶来的强者全都在等待 这一战牵动每一个人的心 然而 此时叶凡之身一人进入了火域 手提菩提子 静止来到了第九层 这里的温布恐怖吓人 让圣人都要却步 他祭出万物母气顶 开始疯狂吸收 酒色物丝汹涌 这是世间最可怕的一种火 化为赤声的光 进入顶内 派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一战举世瞩目 可能会发生各种危急情况 各族各部是真正的高手如云 若是有强人干预 后果不堪设想 人族的胜者是否出现 他并不知晓 需要自己铺好后路 即便有黑手探出 也可以全身而退 双方早已约定 不会动用船市圣兵 要凭真正实力对决 叶凡认同 不然远古 若是拎出元皇的兵器 那就不用打了 这一战呢 将是一场真正实力的对决 他不会祭出火焰 除非发生突发事件 有人想暗害他 只是作为一种后手 沙沙声传来 像是有什么生灵在爬动 叶凡心中一惊 转身望去 又见到了终极闲烟 火域尽头是一片干枯之地 光吐吐的 没有一点生气 连焰火皆无 但传说 这里烧死过一位仙 荒塔曾在此沉浮数千年 一株小树在移动 沙沙声正是原子他 火焰跳动 是一片又一片的符纹 神秘莫测 烧塔逐天 焚毁永恒 这是一个让人精畏的地方 连生人见到这俗 终极火焰都要颤力 没有人可以抗衡 沾中了 必成结灰 古籍既在模糊 这株树焰 是否存在都两说 因为并无定论 可是叶凡两次到此 却都亲身见了 他不敢妄动 静等它消失 树烟摇曳 不足一米高 在一条枝崖上 出现了一只小鸟 羽翼绚丽 啾啾交个不停 与焰火一样 也是由符纹与道则组成 叶凡吃惊 仙皇 他行似一只黄 栩栩如生 不足巴掌大 欲火而动 神秘莫测 他欲感到不妙 快速后退 可是就在这一刻 那只炫目的鸟 啾啾的又叫了两声 吐出了一点光 这微光很细小 还没有临近 恐怖的温度就到了 像是可以粉紧诸世界 让人毛骨悚然 这是火域尽头的终极火焰 虽然只是一缕微光而已 但是却让人受不了 比叶凡想躲避都难 他太快了 已到了近前 他寄出菩提子 去阻挡这缕炽热的光 明显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符纹 画作头发丝那么一小撮 烧塌了虚空 突然 菩提子发出无量光 但是却挡不住 自身将要裂开 叶凡一惊 佛光 从来没有想到 这枚种子会内运佛力 因为一直没有感应到过 他脚踩行字角倒退 但是却摆脱不了这缕微光 他挥动万物母气顶阻挡 同时祭出各种圣物抗衡 突然呛的一声 一道铿枪之音 发出那缕微光 被挡住了 竟是神灵古惊 那是半夜 鲜红如写的经文残片 是自紫微型带回来的 一直无法参舞 因为他并无文字 只有残缺的道文 音韵蒸腾 灿烂无边 赤霞将他整个人都染红了 近乎剃头 有黄鸣 在发出轻烈而震耳 黄鞋赤金 铸成的半夜神灵古惊 与那缕细小的光 在和明 烟霞绚烂 半夜鲜红如写的经文 在颤抖 且黄鞋赤金 铸成 整整而想 像是一只 忧愧依旧的鲜黄 将破风而出 那缕细微的火焰 与他相合 画成一个跳跃的符文 发出更为赤声的光 两者共鸣 神秘莫测 叶凡向后倒退而去 双眼中光束如炬 死死地盯着那里 生怕错过什么 火域最深处 那只鸟儿跳跃 欲火而生 形似神皇 站在一米高的树燕上 叫个不停 炽热的温度迎面扑来 他在震翅 竟要飞起 不过终于是没有离开树燕 张口吐出一缕光 如一道鲜艳的闪电 洒落而下 这是什么 都是符文化成的 真的是鲜火之惊吗 叶凡变色 他在担心 半夜鲜文珍贵异常 万一毁在这里就麻烦了 这可是他糊口多时 从紫微古星雨带回来的 佛光普照 菩提子悬空 有一种佛微在浩荡 阻隔前方的细微火焰 这枚种子的外壳在变化 像是将要均裂脱落 一尊大佛出现 盘坐虚焰中 受那火焰炙烤 一副悲苦之色 一动不动 伸展无量光 叶凡吃惊 菩提子竟有这等秘力 这是他从来都不知道的 内运佛影 究竟有什么诡异 突然变故发生 沙沙声射人 那株小树在移动 那只鸟 啾啾地叫个不停 撑上了半空 俯视过来 菩提子的一变 让那组神秘的复活 也产生了变化 要移动过来 温度越来越吓人 虚空都被烧毁了 叶凡头皮发麻 这东西绝对没法对抗 古籍中有记载 火域最深处烧死过仙 留下过结灰 不管是真是假 都说明了极度可怕 他没有办法退了 那只形似仙皇的鸟 如果扑落下来 将是一场大难 根本避不过 此时 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一旦打破 后果无法想象 那只巴掌大的黄鸟 张嘴连土为光 洒落下来 菩提子的佛光更胜了 它上面的纹络在变化 火光在逼近 这样不行 越是对抗越会不妙 由符文组成的终极火焰 并无意识 它只是在被外界力量所吸引 叶凡渐渐看出了奥妙 与其针锋相对 多半会加速灭亡 如果无为 就站在此地 它反倒不会逼近 此时 佛身宝像庄严 有无量光在绽放 引来了更多的浮火 连那株小树 都几乎到了眼前 菩提子仿佛快融化了 叶凡一咬牙 分出一缕神眼 冲入无量佛光中 入主在菩提子上 开始尝试改变这一切 上面并无神石 只有一道细微的烙印 在勾动菩提之力 演化为一尊大佛 成为了无量神光 叶凡轻易入主 火光逼迫 之前的那缕烙印 几乎被磨灭了 鉴于菩提子失去联系 即将消散在半空中 那尊大佛在暗淡 而后慢慢消失 无量光全部没入菩提内 但紧接着 又一道身影出现 黑发如谱 如神魔一样 盘坐虚空中 绽放出一万道神灰 这是 叶凡大吃一惊 佛身消失了 他出现了取而代之 树燕逼近 仙皇九九恐怖的火光 菩提子在沉浮 叶凡仿佛坠入一个 十八层炼狱中 饱受折磨 发生了什么 他不明所以 感觉将要化成了结灰了 第1257集 心境不为 他快速调整情绪 将入主菩提的那缕神念 全部集中 没入在内 不再显化 虚空中 内尊如神魔一样的影子 竹简消失 火光跳动 菩提子像是融化了 上面的纹络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符文组成的树燕 沙沙移动 不再对峙 远离了这里 菩提子坠地 叶凡清醒 那缕神念退出 飞回肉身 而后 他捡起了这枚种子 仔细观看有何不同 这 他心中惊异 以前 以前上面有一尊天生的佛 由各种天然纹络形成 而今一切都变了 那尊佛消失 化成了他的形态 叶凡出神 原来的菩提子上有别人的印记 将来说不定会成为大患 因为他的一切对菩提子没有秘密可言 而今呢 这处神秘的俯火相破 扼杀了一种潜在的危机 将其灭在了萌芽中 这枚种子很奇妙 而今才属于我 叶凡手握菩提子 觉得比以前更加解密了 像是聆听到一种玄奥的道音 自乃悠悠远古传来 悟道 他早已不需要借助这枚种子了 此时并不是助他明误 而是真实的捕捉到一种 奇异的音律 是半夜鲜文 书宴消失了 但是那只黄鸟并没有退走 悬在半空中 盯着黄血赤金筑成的经文 吐出了许多道霞光 此时 鲜红如血的神灵古经 与那些鲜艳的火光合在一起 冲出半只火鸟 可是像是被人斩断了一半 只有半截身子 半夜鲜文 半只鲜黄鸟 叶凡手握菩提 向前凝望 眼眸中射出两道实质化的光 几乎连接在了商允的鸟儿身上 攫取他身上的秘密 这是道文所画 允还有不死的秘密 而今与那符文火焰形成的鸟儿 吐出的光共鸣 这才显化在虚空中 世间谁人能不死 古之大地都不行 这真是一篇鲜文吗 叶凡宁神 观摩黄道文 想要捕捉到最本源的秘密 可是太难了 半夜经书所显化的这只黄 鸟是断裂的 被撕掉了一半 这样的残缺 根本不连贯 不成精意 强行组合 不断演化推理也不行 根本诞生不出精维与大道 这让叶凡 促起眉头 一筹莫斩 手中的菩提 虽然与他相合 更加紧密了 但是却也不能有无生有 不能创造 只能捕捉真实存在的道文 半空中的小鸟扑了下来 围绕黄血赤金起舞 偏然动人 但温度更加恐怖下人了 叶凡变色 真怕他会化掉上面的纹络 金属菜音发出 纤文中迸射出了更为亮丽的光 赤红如血 将整片火域 都染出一片梦幻的光彩 神秘而归离 一小段无缺的道文 叶凡双目直视半空 在黄血赤金与微光相合时 演化出的那只残缺的黄鸟内 有一段如铁链一样的纹络 睁睁而动 他双目绽放神华 如两把利剑斩了过去 透过绚烂的霞 落在那条秩序链条上 仔细地摸刻了下来 细微的火光跳跃 叶凡倒退 而后一动不动 整个人像是没有了生机 盘坐了下去 他的神石被拉入一片死寂的空间 被强行关闭了进去 在这里 唯有一条秩序锁链在移动 可怕无边 长生的奥秘吗 叶凡心中空灵 集中全部精神参悟 凝望由道文编织成的神链 不知时间的流逝 完全沉浸到了当中 可惜 半叶黄鞋赤金书 能记载多少东西 而他所运的唯一无缺的道则 更是连其中的一脚都算不上 不过 叶凡依然深受触动 这竟是九密之一 为者字密 这就是所谓的长生不朽数 当参悟这一条秩序链条时 其他几密都自行运转了起来 发生了共鸣 一起合道 太可惜了 缺损的过于严重 从断裂的道文中 只取出这样一条秩序链 不能得其精髓 即便如此 叶凡也是心中震撼 褶字密可以疗伤 可以练自身为神药 即便原神碎掉都可以修复 肉身只剩下一滴血 就能再生 真的让他无比遗憾 那种近乎不死的秘密 他不能得到 只有一条神链而已 完整的 最起码有九条才对 难怪在紫薇古兴玉有传言 得到这一篇古兴 想死都难 他可修复己身 行与身都难灭 当然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生 当一个人受缘干涸时 即便有这夜纤纹也无用 无法严命缘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从那片虚空中退出 真正行转了过来 半夜黄血赤金书 早已坠落在地上 那处鲜艳消失了 此地非常的安静 叶凡捡起这夜经文 斩在自己的肩头 顿时有鲜血喷出 然而 褶字绝一运转 飞出的黄金鞋立刻倒流 伤口愈合 刹那无恙 这让他更加的遗憾了 若是能得到无缺的折字密 那可真要逆天了 几乎是不灭金身 晚节不怀 很快他又笑了 做人要学会满足 能得到一条秩序神恋 已经不错了 没有陨落在此 且还有了收获 当庆幸才对 而今他得到了这条神恋 应该不会比划云飞的黄洁 再生数弱多少吧 生命力持久 是最大的一种本钱 叶凡收好半夜经文 而后细细打量菩提子 他心中一片空鸣 对这枚种子 生出一种奇异的感应 总觉得将会因他发生什么 与他有难以想象的大用 今日不知道产生了怎样的变故 这位菩提子 让我心惊柔条 他在自语 同一时间 古妃与古林正在占卜 叶凡已经离开了几日了 天之村的李黑水 东方爷等人 生怕他出现意外 让两个灵童测算 菩提遍地 信仰凝聚 力教不小 噗的一声 两个灵童张开小嘴 都咳出了一口灵血 一下子昏厥了过去 被摇醒后 他们茫然无知 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 发生什么呀 齐罗与猴子都被惊动了 快速跑来 小雀儿扑闪着大眼 抱着乃瓶娇声说着不朽 置声置气的 不要让他们测算了 他们是灵童 可以护化恶难 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看来涉及到了天际 叶凡离开了火域 一路南下 来到了燕国 也就是当年第一次 踏入这个世界的国土 他的中心地域 就是荒谷禁地 这一次 他并不是要冒险 深入生命禁区 而是来到了江老伯和小婷婷 他们当年的那个小店 来此看一看 因为江老伯有言 曾回来过一次 有老邻居告诉他 一个名为林家的美丽女子来过 询问叶凡的一切 推开尘封的门 叶凡进入小店中 一切如故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目的 他眼神一致 在墙壁上看到了几个字 是以星空另一边的文字课程 与这个世界的大不一样 雨化仙谷 叶凡念出 而后茉莉良久 这是何意呢 让他去寻吗 最终 他转身离去 直接横堵 回到了北域 一场京师大战将要开始了 此时 他顾不上其他 一切 都需要等到此战 落下帷幕 北域 南检青山绿水 赤地无疆 戈壁 消凉 却少生气 一路行走下去 数十万里不见人烟 一派的凄景 然而就在近期 这片不毛之地 逐渐地活跃了起来 修饰的身影越来越多 尤其是各座古城 逐渐热闹 客栈几乎爆满 特别是 临近七霞园的这片绿洲 人满为患 许多修饰 不得不远走他出 巅峰对决 人族胜体与远古一战 不仅是年轻一代 影响力最大的一场碰撞 也是两大种族的一次交锋 不得不堪 这并不是一个人在说 而是所有人都在议论 全都在翘首以待 因为日期临近 马上就要开始了 天南地北 浩瀚武裕 诸多种族 几乎所有修者都闻风而动 也不知有多少强者驾临 一关一场大战 这一战影响甚大 像是一块陨石自天外飞来 坠近大洋中 激起了一场席卷整颗古星的大风暴 可以说 而今举世瞩目 所有人都在期待 静等这一战开启 北域的气氛逐渐紧张 让人觉得要窒息 还有三日 七霞园就将开启战端 叶凡已经回来了 静思良久 体悟所有法门后 他手持权杖 开始戏观天庭古卷 他与齐罗合力 已经将天庭的传承补权 而今所有傲益尽险 不再是缺失的 杀精归于完美 叶凡手持时间之书 心境神祥 默默思量 杀生大树 与他的道有些相悲 但不可否认有独到之处 以杀正道 发挥的淋漓尽致 随时间与地狱怎样了 他们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这段时间过于平静 他心生紧照 如果在与远古的对决中 两大神朝暴起发难 无疑将是毁灭性的 李黑水黑黑笑道 随时间遇到大麻烦了 这一远古神朝 被神残岭的人盯上了 即上次被干掉一位大成王者后 而今又损失一位巨拨 千丈红尘皆破碎 消息无疑是震撼的 这是难以想象的一大损失 人间有万丈红尘 这一神朝号称可丈量九千丈 共有九个小世界殿堂 神残岭高手 以抽丝剥茧秘书跟踪下去 注意寻到这样一个重地 一个小世界被粉碎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 依然是守护神残盗人的那个老残 仅他一人出手而已 劈开了那个千丈红尘殿堂 消息马上就会传遍北地了 天之村有特殊的渠道 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而今外面还没有传开呢 他们却先行知道了 果然并未过多久 北域一阵骚乱 在人族圣体与远古对战前出现这样的风波 让人们一阵惊疑 很快 神残岭就是重提 这是他们杀死的第二位大成王者了 是否算人世间这一神朝的首脑呢 向叶凡索要不死神要 叶凡回应 让他们去神城天玄十方取缘 大成王者并非人世间的首脑 这一神朝有杀圣 有圣人级的杀手 世人皆惊 如一阵秋风扫过 让人不寒而栗 神残岭那位老道人沉默 但却并不想因此而放弃 他们的九庙不死要飞走了 而今扎根荒谷深渊上 想得麒麟要弥补 不安的北狱 遭动的人心 大战将至 山雨欲来 风满楼 每一次波澜 都让人的神经一阵绷紧 叶凡和尚时间之书 看向齐罗 将人世间与地狱的线索告诉我 你想做什么呀 齐罗一惊 这些天来我体悟到一些妙术 需要去检验 与尝试一番 天之村 唯昔年的天庭余脉 掌握了不少关于地狱 与人世间的线索 但碍于实力有限 一直阴忍不发 不能发难 我去清理一下那些枝枝叶叶 无关大局 将可以杀掉的 给我一份名单 这倒也是啊 可以让你去寻找一下 生死战的感觉 与此同时 袁古也在行动 连闯袁史湖十八座太古死官 为新年袁皇考验后人所设 他顺利通过 袁古在这一天离开了袁史湖 也走了出来 在大战开启前 我要让自己的血沸腾起来才行 到时候一举杀灭人族身体 这一日 北域不安 接连发生死亡事件 生鬼族年轻一代第一人 被人一拳轰碎 舵羽族双结被人摘掉头颅 血电王族少主被人一脚跺死 远古出击 一一斩杀 这些人呢 都很强大于自负 曾挑衅过他的皇者威严 而今被他一击毙掉 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一座荒山中 又一片血雨飞洒 远古击杀了第三位强者 任鲜血洒落一身 他整个人充满了一股魔性 浓密的黑发 高大的神区 可怕的眼神 凝视远方 他低语道 我的斩鞋快沸腾了 人族身体我等你 叶凡走出天之村 手持一本生死步 按照上面所记寻找 所过之处腥风血雨 连杀地狱与人世间的人 掀起了一股狂澜 大战将其 有这样的风波冲击 让北狱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谁都不知道 是两位将要交手的主角在行动 黄山中一座古道观内 你是谁 几个双手沾满鲜血的老杀手 四不明目 他们培养了很多子弟 而今被连根拔起 此时 叶凡化为一个年轻的道士 杖架而行 大杀四方 贫道 原始 半日后 一片古灵箭 叶凡之身毒乳 走进大地下 再次开始打开杀戒 又一处密地被挑 叶凡释出各种妙术 让这里成为一片流血的世界 浮石过百 地狱 人世间曾杀的东方爷李黑水 他们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至今磅礴 不知流落在何方 刘寇伸手易处 叶凡心中有一股怒火 一直在压制 早已 聘临沸腾 这一战 叶凡从北域 一直杀到中域 简直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 杀手神潮 损失惨重 许多密地被抹平 贫道原始 四个字代表了死亡 手持一本生死步 从北向南沙 整片东方一片大乱 一个专展远古 杀手神潮的年轻人 一个无情的魔王 一个转动生死轮盘的道士 名为原始 震慑霸荒 与巫使大帝差了一个字 这个名为原始的道士 在这一日 引动风暴 势如破竹 所过之处 鸡血浮尸 难有人生还 李黑水担扰 小椅子杀到兴奇 别说不住啊 无妨 这一次是生死血战 神术 境界等 不是最终的仪仗 他已经意识到 故此关了一遍 天庭杀精 而今 是在找那种血性的本能 成与败很简单 只在生与死间 人世间红尘万丈 纷纷嚷嚷 悲欢相伴 不得解脱 一个杀手神朝 以此为好 却也代表了一种意境 一旦被他们缠上 此生便等若到了尽头 这一远古殿堂 号称可丈量红尘九千丈 一度辉煌 俯瞰天下 以诸王的头骨 堆砌成一座不朽的骨雀 而在这两日内 人世间的弟子门徒 死亡不计其数 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一个名为原始的 年轻道人 杀得他们怒不可遏 最终 叶凡收手了 明日就将一远古大战了 而他呢 也找到了那种感觉 第1259集 同一时间 北域一座大月上 远古浴血而立 连发际都一咎一咎的 粘在一起 他露出一口血白的牙齿 森然自语 神祖生天 我迫不及待了 他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体内的战血在沸腾 信心百倍 摘一生腾而起 诛杀群敌 让他养出一种 有我无敌的霸气 想要沐浴胜血 只差一天 大战就将开启 天下风云 汇聚北域 许多人都在等待 都在默默的倒计时 神城 为北域中心 而今更是喧嚣冲天 来了太多的人 来了太多的高手 在这座赌城内 不少人在投注 已经开始压谁能赢 而今呢 各大十方都冷冷清清 没有人去赌石 全都在进行人族圣体 与远古的胜负之争 无论是茶馆 还是客栈 全都是人满为患 此外呢 一座又一座的镇台 早已被刻好 明日一早将有无尽的修饰 会横赌许空而去 前往七霞园 毫无疑问 这种赌局也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议论 争吵不休 甚至发生了很多起流血事件 人族圣体算什么呀 岂能与太古皇的血脉并论 这一次必死无疑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自然是一位古族修士 人族一些修士驳斥 远古不行 这一次必败无疑 人族圣体连诅咒都打破了 除非少年大帝复生 不然同代中无人可应其风 古之大帝 怎及太古的皇 身为他们的后人 我相信远古可以活批了人族弟子 就更不要说一个圣体了 这是一场大争吵 北域各地都一样 发生很多流血事件 叶凡与远古的这场对决 已经上升到古之大帝 与太古皇孰高孰低的问题上了 喧嚣的北域 躁动的人心 大战前的气氛紧张到了极致 这场战斗影响深远 涉及到了很多 多半会被载于史书中 皇属京士 必将压过人族宣法 震杀生体 太古皇造势 人族大帝可能还有人活着 高下早已分晓了 这也不是两人的对决了 将他们后方的各种势力 都牵扯了进来 所有人都在议论 众多的人在争吵 人族圣体 与太古皇的血脉 孰弱孰强 太古皇的中篇秘书 古之大帝的极道宣法 这一次将争锋 两相比较 终极对抗 谁更胜一筹 神城的空中 其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 在临战的前一天 发生了四十一起流血事件 死伤多人 一切都是因将要开启的 终极对决而起 我以一块九天神域 赤玉王 赌远古圣 精士豪赌展开 九天神域序列皆是神采 可助传世圣兵 世间难寻 堪称无价息真 圣者都要动心 大罗银精一块 猴子来了 出手阔绰 与那名古族对赌 同样是人头大的一块 稀释神才 多少年也难得一见 圣皇子 你在赌人族圣体啊 一位古族强者 有些不满 但碍于对方身份 却也没有好直接发作 猴子邪腻了过去 不行嘛 非常强势 太古各部难道都是归于 岩石狐一族了吗 精士豪赌 所有人都可以跟进 当然也有私下对赌者 仅在两人间进行 赌汉式的瑰宝 因为别人拿不出 在赌坊中的另一边 东方爷 李黑水 利天 也都在分别进行 全都赌叶凡必胜 将斩掉远古的头颅 不过他们很难如猴子那样 与人私下对赌 因为神料实在太罕见了 即便是古族多真料也不行 谁愿拿出来 另一座赌坊内 天皇子出现 让所有修士一阵紧张 他取出一枚 精英剔透的吊坠 并无光滑四射 但却引动人心 悟到古茶属心 当有人盗出这枚吊坠的来历后 顿时引发一阵轰动 许多人都大惊失色 这是无价真料 拿什么也换不来 真的是 悟到茶属金河 赌坊一下子就沸腾了 这是何等逆天的宝贝 手持他修行会快上很多 可助悟到 是梦寐以求的仙真 不死天皇留下的 很快人们就想到了一些古老的秘心 当年不死天皇 罚倒了悟道术 炼成一口道观 完全是以神灵的排场来葬己身 古往今来无人可比 显然 这枚悟到古茶属心是真的 是在那时炼化得来的 留给了他的子嗣 举世难求第二枚 是梦幻级的仙料 晶莹的树心不过龙眼大 温润透亮 养出一缕一缕道波 在其周围交织出一片神秘 而玄傲的纹落 天生可与道共鸣 这座赌坊大轰动 消息立刻传了出去 这枚吊砖太贵重了 几乎无法衡量价值 活赌远古毕胜 人族圣体的血液 会洒满七霞园 天皇子风神如玉 平淡地说道 他黑发脾肩 比女子还要美丽 机体精盈 几乎完美 堪称一个无缺的男子 人诚皆知 许多人向那里赶去了 我与你对赌 一位人族老修士 取出一件残缺的圣兵 天皇子不屑地摇头 差远了 根本不够资格 想与我赌 先自行量赌注 最起码也得一卷大地骨精 贫道于泥土 短得第一时间出场了 盗墓贼不能淡定 取出两株古药王 顿时引发一场大轰动 哎呦 药王啊 一株可严命数百年 他一下子就取出了两株 这四胖子什么来的呀 这的确让人震撼 寿源干涸 是每一个修士到最后 都要面临的问题 一株药王举世难寻 更何况是一下子 取出两株活体来 竟有几个别人 知晓了段德的身份 警告身边的人 嘘 小心点 别诋毁他 这是一个最记仇的主 当心 你们家祖坟被挖呀 哼 两株药王也不够看 你要到来麒麟神药种子 还差不多 天皇子冷笑连连 到了这一刻呢 人们才恍然 他是专为叶凡身上的 不死药而来的 这是要进行一场 生死前的对赌 黑黄呢 嘀吼了一声 懒恨找不到叶帆的下落 不然他准备豁出去了 想要豪赌 一双铜铃大眼 盯着悟到骨茶树心 早已移不开了 而猴子 李天 东方爷等人也来了 盯着前方的天皇子 他们在强行克制 没有冲过去贫杀 因为他有护盗者在盘 当然 杜伟方身边的人 也不敢对他们出手 只要斗战圣佛 存在世间一天 所有与该族作对的人 都要提心吊胆 圣皇子 我们赖对赌如何 你如果没有合适的赌注 就将你付所住经文 选出一两卷吧 这个汪八蛋在挑衅 黑黄刺牙 猴子针锋相对 不如你我也去 七侠院大战一场 我死了 你取走我父所留的经文 你死了 我取走悟到骨茶树心 一个骨族老人出面 打圆场 这有什么好称的呀 大家都是自太古 活下来的皇族 理应和睦相处才对 结果 猴子与天皇子皆冷哼 太古皇族表面和睦 但何曾真正的融洽过呢 各自统一一些强大的部族 少有一致对外食 贫道 与你对赌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的道士走了进来 手中仅是一页经书 流动出一片道痕 人们还没有看清 就又被他收了起来 你是谁拿什么与我赌啊 天皇子漫不经心的问道 不过心中却是一阵 方才那一页经文 绝非凡凭 贫道原始 以一卷原始经文 作为赌注 年轻的道士 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 笑得很自信 从未听说过 随便一卷经文 也想与悟道古茶树心比吗 天皇子身判 一个人冷笑 唰了一声 一夜经文再次闪烁 九个神秘的骨子迸发光滑 一闪而没 空留下一种道运 顿时引起所有高手的惊憾 如何 上面有九个骨子 堵住够了吧 这个道士自然是叶凡 他也来到了神城 而今原属离天师境 不算多远了 即便有天眼 也无人能窥破其真身了 好 我与你赌 一场惊世豪赌开始了 第1260集 七霞园 一片古老的战场 寸草不声 浩大无边 一望无影 在太古年间就已存在了 关于他有无尽的传说 各族中有古籍记载 元皇在此斩了自己一生中最强大的敌手 从此而走上了无敌之路 最终正道成皇 远古悬此地决战 决心与异议显而易见 要立志正道 走出自己的无上皇 清晨 一缕霞光滑破天地 红彤彤的蓄日 自地平线上升起 灰光洒满平原 多了不少的生气 此时 七霞园并不冷清 早已是盈盈绰绰 密密麻麻 站满了人 也不知道 有多少修士横渡许空而来 而且还在继续中 不是由玉门开启 只为这一战已经等待多日了 这本是一片荒野 而今却人山人海 一眼望不到边 成为了一种奇景 南岭蛮王来了 其坐在苍龙背上 降落而下 细心人看到他的头上 趴着一只黑色的小龟 心中全都疑震 腰黄殿的人也来了 一匹骨腰降临 南腰与其祸水意在内 不想错过这一战 阿弥陀佛 佛号传来 几名金身罗汉出现 身后还跟着十几名年轻僧人 每一个人都脑后生有佛光 化成轮盘 神秘而强大 这是大林寺的人 不少人惊呼 西莫古寺很多 但若论根源 且岂子须弥山 这已买到了 突然呢 远处一片嘈杂 原始胡的人 到了黑压压的一大片 来了足有上千人 其中光皇族就不下百人 当中有祖王 不说其他 光是这种气势 就足以惊设住任何对手 有祖王掠阵 谁不惊心呢 相反 远古肯定会霸气更足 姬子月充满了忧虑 他问叶凡 他能赢吗 一双灵动的大眼中 在寻找 此时叶凡还没有来 他与姬浩月并立 身旁跟着不少的老古董 姬家的人也来了 圣体 凭什么与古皇血脉真凶 弄得如此兴师动众 我等出手就可以斩他 原始胡这里 千人为惧 有不少激进的年轻子弟在议论 根本就不服圣体 认为 无需远古出手 有他们就足够了 顿时 相邻的其他古族部落 有不少人响应 一时间 此地气势胜到了极点 远古未出 都已让此地快沸腾了起来 人族圣体何在 一个古族年轻男子 站出昂然而立 眼眸冷酷 凭你也想与古皇血脉决战吗 我看根本没有必要 由我出手 杀你足矣 这是一个王族青年 原始胡旗下 八大王族中的一脉 他的修为达到了 仙二大圆满 一块斩到了 所有人都心中一灵 这绝对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一边让远古气势赤胜起来 一边打击人族圣体的信心 在临战前不断地 削弱其气势 不一定是原始胡的皇族 要这样做 有可能是下面的 被统域的强族 自行做的主张 不错 人族圣体算得了什么 有什么资格 与古皇的血脉一战 我看 由我出马 先斩了他算了 又一名 古族年轻强者 站出 一群肮脏 破财 贫道来 斩了你们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魁梅的身影 脉步而出 向前走去 你是谁 贫道通天师爷 杀进你们这群烂木货 不要影响真正的决战 一个自称通天的年轻道人 大步入场 哼 既然你敢来 那就是生死战 方才叫嚣的几名古族走出 宁笑着向前走来 贫道通天 送你们一起上路 这名年轻的道士一声大喝 竟然同时向几人一起出手 刹那间 各种光飞舞 这几人 全都被卷了进来 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杀 然而 战斗并未持续下去 很快就用血光蹦践 几名古族先后被力劈 鲜血染红大地 龙雀横空 东皇的妖族巨头到了 赤龙道人 天妖宫 接任者 妖月空 等一批人落下 其中一个女子 如九天玄女将士 风华绝代 倾国倾城 正是清帝后人 言如玉 另一边 玉门大开 妖光圣子 以继承者的身份出现 多了一种 难以言喻的气质 诸多老古董守护 对其攻顺 九皇祖王道 远处呢 九条可怕的太古凶手拉车 一辆古老的神碾出现在虚空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战 惊动了如此绝世人物 谁也不得无理搅闹 让人族圣体 与远古对决 碾车中 传来清冷的声音 九皇祖王出现了 最有希望成为大圣的存在 脚头太古凶手拉拧 停在天际 让很多人一阵的心惊肉跳 嘈杂的旗下园 一下子安静了不少 各种喧哗平息 人们都很吃惊 不曾想这等人物都来观战了 你们最好都给我闭嘴 城中 通天道人极其睽违 无法黑亮 古铜色的皮肤 闪烁健康的光泽 很有一种气场 太古割步 年轻一代没有人在叫嚣 因为九皇祖王发话了 谁也不想去出眉头 不少人懒字憋了一口气 盯着这个所谓的通天道人 言如欲神色一动 那像是妖地九斩 他倾国倾城 峨眉微挑 眺望向场中 彭博 远处 叶凡激动 别人的天眼通看不透 他的原天眼 却可以看穿 他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这关键时刻 彭博出现 活着归来 你是谁啊 彭博见他走近 警惕地望来 频道员时 叶凡微笑 彭博顿时大笑 大步走了过来 两个人相互用力 捶了一拳 生死与共 一起来到这个世界 共患难 终于又见面了 一别就是十二年 还能活着相见 真的很不易 叶凡在枯寂的星域中 孤独旅行 彭博在东荒 经历生死大战 都是危险的历程 紫围古星域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地球上 传说中的古人 与这里一样 出现过身影 但都沿着星空古路 走下去了 你去了哪 怎么现在才出现 我掏进了 黄古间地外的仙宫 收获不小 两个人 快速地交谈了几句 心中全都很不平静 在这异域他乡 能够重逢 让人激动 倍感亲切 他们一起走出战场 没入人群中 就此消失不见 虚日东升 朝霞洒满大地 整片古战场 都有一片光辉弥漫 让这荒芜之地 多了一种祥和气息 羽门开启 大眼 紫府 岛伊等几大圣地 先后出现 人数众多 从鹤发童颜的老者 到英姿勃发的年轻一代 全都来观战了 当中 有一个紫衣少女 空名神秀 许多人都在低声交谈 称那是先天倒胎 未来的天娇神女 分外的引人关注 不久 中州大厦的人 驾驭一片祥云而来 如一群天兵天将一般 甲州闪烁 为首者正是下一名 而今已成为了夏主 在其旁边跟着白衣小尼谷 古灵精怪 有人惊呼 神残令的人到了 一个老人徒步而来 身后跟着十几名男女 自地平线上出现 其貌不扬 普普通通 但是却让许多王族胆寒 这名老残 是神残公主的右弟 云朵澎湃 九里古华等中州神潮 相继出现在远空 这一战影响甚大 天下有名的大势力 几乎都到了 连很超然的摇池 都有人赶到 摇池圣女 立身云雾中 飘逸若遮仙 在远处关注 静等这一战的开启 第261集 乌云翻滚 犹太古祖王显化 在天地尽头土纳 盘坐在黑雾中 如同一尊上古神魔 冷漠地关注七霞战场 这样的存在出现 顿时让此地 一下子又紧张了几分 许多人都战战兢兢 几乎要软倒在地 不久 人们发现了 天玄十方的那名圣人 他勾搂着身体 拄着一条拐杖 看起来很衰弱 但是他的出现 一下子让人族 许多羞舍安心了 一声大吼响彻七霞园 时间一到 人族圣体你来了吗 像是一名神魔在咆哮 整片大地都一阵抖动 远古出现了 人们一片喧哗 所有人都飞上了天空 观看这一次决战的主角之一 拥有古黄血脉的人 如一尊魔主一般耸力 让人惊味 他身材高大 黑发披伞 散落到妖极 眼中充满了野性的光辉 射出长达数十丈的 实质化光芒 射人心魄 这样一个充满魔性的强者 独立七霞园中心 有一种舍我其谁 唯我独尊的气概 霸气十足 辟逆八方 人族圣体你怕了吗 时间已到 为何不敢来 据我族古黄血脉吗 他来了必死无疑 乱体质他不行 如何与无以伦比的 古黄血脉争雄 乱禁忌秘书与境界等 他更差得远 来战必死 原始乎诸多年轻强者叫嚷 有几人更是排众而出 来到了战场中央挑衅 包藏祸心 与削弱叶凡的气势 一切都是为了远古取胜 刚才莫名跳出一个通天道人来 像切菜一样将几人都给斩掉了 且九皇王出现 他们不好太过分 而今大战将起 他们再无顾忌 知晓叶凡肯定会来 明目张胆的几队 想让他心生波澜 真对一性很强 神族圣体不过如此 你若不敢与古黄血脉决战 不如由我出面好了 一样可以斩你于剑下 咔嚓一声 就在这一刻 一道金色的闪电裂空 让许多人忍不住闭上了双眼 太刺目于明亮了 滑破长空 瞬息而止 郭枣 叶凡出现 他化成人形闪电 从天而降 一双大脚用力踏了下来 左脚踩在一人的胸膛上 右脚跺在一名古族强者的脸上 碰碰的 刚才还在叫嚣的两名年轻古族强者 如死狗一样瘫软在地 被叶凡从天空中踏了下来 扶倒在他的脚下 你 前方几名古族年轻人忍不住倒退 真正面对人族圣体 他们胆寒 那股可怕的气息 让他们忍不住发抖 叶凡一声冷喝 滚 脚下用力 将两人踢了出去 与前方的几人撞在了一起 他们有防备 但是却根本泄不掉那种力道 像是被一座大月撞上了一般 全都口吐鲜血 身体撕裂 横飞了出去 软啪啪的跌落在地上 人族圣体出现 浑身沐浴神灰 从容而镇定 有一种让人站立的气息在弥漫 他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像是不朽的神响 处理天地间 欲强更强 无需掩饰 他像是天地转世 君临天下 浑身每一根毛孔 都在绽放无量光 淹没了整片天地 在这一刻 他精气神合一 战役可裂苍穹 一往无前 有一股气吞山河之势 十方云洞 远古一声咆哮 就等你出现的 化作一道无光冲了过来 上来就是绝杀 没有什么废话 远古一拳轰出 海上升明月 碧波亿万情 一轮神月披落下来 将前方覆盖 天崩地裂 叶凡抬手 如一尊神明般出击 一把将地下的一条 银脉绝了上来 横观天穷 像是在挥动一条真笼 砸了下来 吐石崩碎 两人巨阵 像是两轮太阳一样 爆发出亿万道光辉 无比炫目 让人睁不开眼睛 这就是最强血脉的碰撞吗 其他人果然不能相比 上去必成血泥 两个人的对积 像是两个世界在大碰撞 无穷的光照耀石方 数十里外的云朵都崩溃了 这片天地 像是美玉一样军烈 这是一场灾难性的交集 所有人都在倒退 本以为站在安全区域了 现在看来远不够 战场中 有一种花道的气息弥漫 天地同名 那里一片璀璨 当中有两个高大的身影在对抗 看不到他们的容貌 只能见到两道璀璨的轮廓 每一击都是天地斗动 像是两个神明在决战 其他一切都消失了 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成为了唯一的光彩 轰的一声 最后一击 他们交错而过 就此收手 相距无尽远的距离 默默打量 万丈光滑消失了 天地间恢复了清明 平原崩坏 满目疮痍 一副经历过浩劫的样子 可怕无边 十方俱计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精英 从头梁到脚 差距太大了 与这样两个人 同生在一个时代 实在是一种悲哀 其他人怎么去争锋呢 即便是同一境界 恐怕也会被这两人一拳轰杀 不会有任何悬念 什么叫血脉无双 什么叫同北无敌 这两人给予了最好的诠释 即便一样修行 站在同一座高峰上 战力也因人而异 活动了一下筋骨 还算可以 远古说道 四野人们变色 这还算不上真正的对决吗 仅是试探性的过招 他们真正战斗起来 有多强呢 那就站吧 野凡一声大吼 率先发难 身上笼罩了一层神灰 像是天地在觉醒 气腿山河 满头发丝都璀璨了起来 而后无动 他一拳轰杀向前 远古扬天长笑 如魔主跨界而来 满头黑发披散 也向前击杀 眼眸可怕的吓人 两人相遇 像是两片天穷崩塌了 有一种大破灭般的气息冲出 两个人的身体在燃烧 绽放出亿万道光辉 什么都没有防御 想要同归于尽吗 刚开始就要分身死了吗 太快了吧 四野 所有人都惊呼 全都张大了嘴巴 都在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叶凡这一拳像是击穿了九重天 各种符文缭绕在金色的拳纸上 发出了天道和鸣一样的可怕声音 无亮光普照 远古一如此 乌黑的拳头 震出的余波 摧毁了山川大地 将方圆数十上百里化成了一片大沙漠 生机巨舞 两人都没有躲避 携亿万军之神威打中了对手 叶凡一拳打穿远古半颗头颅 横灌了出去 沾染着大片的血水 而远古也是一拳贯穿过他的胸膛 黄金圣鞋四处飞剑 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打法 震撼人心 他们的每一滴血 每一道拳风都是可怕的 摧毁了大地 崩开了天雨 无尽的道文交织开天辟地 化成了一片可怕的大道轰鸣声 睁耳欲聋 远古冷酷无比 用力一扯 将叶凡半边胸膛扯碎 骨黄血脉局势无双超越一切 几乎等若年轻时的远黄复生 无力一声 然而 人族圣体肉身更是媲美诸神 一生长肖 挣脱而出 将远古几乎力疲 死下半片身子 大片的血水 喷涌了出来 第1262集 谁也没想到 他们上来就进行了最为残酷与原始的近身搏杀 鲜血淋漓 这是一幅让人不忍目睹的画面 这是古黄血脉 与人族圣体的肉身较量 孰强孰弱 两种体质到底谁更胜一筹 在这一刻 正在揭晓 一声 血水喷涌 远古的雄伟躯体被力披为两半 带着大片的血鱼飞了出去 让太古各族不少人的心 都几乎停止了跳动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的体质是无敌的 横推三千界 逆转六道轮回 无所不能 他的血脉 后人举世无匹 等若年轻时代的元皇再生 与人族圣体争锋 然而 眼前怎么是这样一种可怕景象呢 远古被人活批为两半 无论是古族各部还是人族都沸腾了 人们不敢相信这一切 太古的皇一只手就可以镇压诸天 俯视万古 正道后难以遇到一个值得出手的人 代表了最强 远古体内流淌有圆黄的血 古族皆知 他的肉身代表了不朽 没有人可与之力拼 除非其他古皇子出手 然而 这个不算多么了解的人族圣体 竟然做到了 难道说 人族中诞生的这种体质 可与年轻的元皇一以争高下不成吗 旗下缘 一阵大乱 太古各部惶恐了 人族怎么变得这么可怕了 远胜太古前 还是昔日那个弱族吗 突然 叶凡的身体也炸开了 以胸膛为中心 那里曾被远古一拳击喘 此时全面崩溃 黄金圣鞋洒落出来 触目惊心 人们惊呼 两个人都被毁了肉身 这太残酷了 两败俱伤 叶凡 李黑水 东方野 历天等人惊呼 这过于惨烈了一些 上来就是肉身碎掉 让人太担忧 要知道 这是人族圣体 肉身无双 太古皇的血脉 果然无与伦比 连人族圣体都可粉碎 让人惊悚啊 黑黄自语 姬子越野惊呼 张大的嘴巴 大眼中蕴满了泪水 内心有些惶恐 他身为古之大地的后人 深知这等血脉传承的可怕 因为他们的家族中 关于弟子的记载很清晰 远光转生轮 照耀我不朽神 旗下园上 一声低沉的咆哮 像是一个古老的恶灵 在回归 睁开枷锁 杀出地狱 远古的两半身子间 出现了一个晶莹璀璨的宝轮 显尘不染 照耀出不灭之光 两半躯体快速合一 他转瞬复生了 元皇秘书之一 远光转生轮 借天地为力 重塑己身 实险不朽 君临世间万劫不坏 人们倒些冷气 这还如何去战呢 修饰最宝贵的就是生命 远古血脉无双 且有这样的密法 根本无法战胜 另一边 一条秩序神殿出现 将所有血肉与圣血连在一起 哗啦啦响动 编织出一条生命道则 飞洒出的黄金血液倒流 每一块血肉都逆转而回 合并在一起 叶凡的肉身交融 重新成为一体 神灰弥漫 从他的毛孔中冲出 又成为了一个无缺的肉身 黄金血气漫天 恢复到了鼎盛的状态 同样让观战者吃惊 两个人都无恙 瞬息生龙活虎 且战意更高昂了 绽放无亮光 要淹没天地 远古大鹤 软足圣铁 你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叶凡针锋相对 你倒是没有出乎我的预料 惊天动地的大对决展开 远光转生轮 远古话语冷漠 如冰窖中的回音 几个字响彻旗下缘 在其头顶上方 那个宝轮又出现了 从他的体内飞出 照耀几身不朽 找到敌人衰亡 这时 圆黄神术之一 难以破解 圆光所过之处 许多人双眼流血 惊恐倒退 相隔数十里就如此 可想而知 近前会有怎样一种可怕威势 叶凡自原地消失了 天庭杀精中的秘术展开 化为一名杀神 整片天地都变成了血色 杀气无处不在 远古低河 远光宝轮照耀万界 你躲避不了 折伦光盘悬在他头顶上方 照耀十方 虚空不断的湮灭 像是一座火势旺盛的神炉 立在冰天雪地中 将风雪全部溶掉了 唯有他自己永恒长存 冰冷的话语在其身旁响起 我何曾躲过 叶凡病之如箭 斩落下来 远古的一条手臂坠落 鲜血喷涌 然而他却连眼都未眨动一下 远黄的血 从不白流 虚空一抖 远光宝轮坠落 照亮了每一滴血 化成了一片血海 将叶凡困在当中 一杀一世纪 这是一种秘术 非手段通天者不可施展 一滴滴的鲜血连在一起 化成了一片汪洋 七霞园都成为了血海 远古盘坐中心 头顶圆光转生轮 开始默念咒语 竟想将叶凡炼化 道生意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一竹青莲摇曳 扎根血海中 与叶凡相伴 他一盘坐下来 混沌气缭绕 只有三叶的苦海青莲 宛若道德化生 汲取血海之力 反恋远古 远古一声冷哼 刷得睁开了眼睛 他手托圆光转生轮 照耀出死光 向叶凡镇压而去 十方天语崩塌 隆隆之想 不绝于耳 在道明圣中 叶凡背后 升起一尊先王 高座九重天 俯视苍茫大地 他伸出一只大手 向下盖来 抹杀 袁光宝伦 蒸蒸而鸣 像是有十万天剑齐发 袁光转生 宝伦射出的死光 每一条都长达数十上百丈 斩向先王 叶凡一声大吼 本体与先王合一 手中持有一条青帘 自那九重天上一步 迈了下来 挥动三叶道连 将十万天剑 全部震碎 呛呛声 不绝于耳 他手持青帘 斩在圆光转生宝轮上 发出一声军烈的声响 袁光暗淡 像是瓦解了一样 黑色的死光蹦践 不过 叶凡手中的三叶道连 宛若道的化声 缭绕有一道道混沌气 阻住了所有乌光 越发的清脆欲滴 袁光转生宝轮崩开 出现一条条裂纹 而后 啵的一声 炸开了他 他为道则所化 巨灭无定 还能再演 但却 也让远古神色一变 啵了一声 叶凡与先王合一 手持青帘 连续挥动 抽在远古的身上 强弹如他 黄血身 也筋手不住 几乎裂开 连着被打了几个跟头 这可不是一般的伤 乃是道连锁流 很难愈合 让他连磕了几口污血 快速飞退 演化转生轮疗伤 远古一声大吼 神愈 稳住腿一时 身体发出了伤一缕霞光 化成一片神愈 在这十丈空间内 他有如神明 天地听他号令 一切以他为主 唰了一声 叶凡倒退 通体一时绽放无量光 一个黄金元玉出现 他的专属圣域开启 万法不沾身 于当中独立 两人各处一域中 绽放亿万神辉 撒满每一寸虚空 让这方天地一片通明 与璀璨 他们变得无比神圣与威严 大战再次开启 两种神语大碰撞 激烈的交锋开始 他们化成了两道闪电 所过之处 大山传崩坏 满目的窗椅 山岭像是指红的 脆弱不开一击 他们从七侠园 杀进了荒迈中 仿佛在另立乾坤 毁灭一切旧秩序 成片的山脉飞起 被余波震碎天穷上 第二百六十三集 两人的大战波及极广 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人们在跟进 在后方紧张关注 这一战已经从朝霞出战的清晨 杀到了五十 上千回合过去了 绚烂的霞 璀璨的光 神秘的道泽 一条条一道道 层出不穷 让人眼花缭乱 妙数不尽 正的一声清明 一下子穿透了所有光 所有声音 远古的眉心 出现一柄寸许长的神剑 璀璨刺目 铿枪作响 什么 那是圣人之剑吗 还是古皇秘兵 所有人都神色异动 因为感受到一种诡异的力量 神剑未发 剑波已摧毁了无尽的山川大地 四野 也不知有多少山岳成为了鸡粉 化成了沙漠 永远的不复存在 杀鸡让这里生鸡俱灭 成为不毛之地 不是兵器 是圆皇所处经文中的一种秘书 圆皇道剑 原始胡的一位皇族冷酷的说道 充满了自信 这并非兵器 而是一条秩序神则演化而成 实体化后有了剑的形状 但其本质为道 故此称为圆皇道剑 杀伤力 镇骨朔金 恐怖无边 终于出现了 这一定是圆皇所留经文中的 尽其妙述 过去见到的人都死掉了 犹太古声宁自语 噗的一声 果不其然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 一寸长的圆皇道剑 催枯拉朽 一剑洞穿了黄金圣语 没入了叶凡的肩头 穿透而过 带出大片的黄金血雨 圆皇道剑飞出 而后调转灰身来 立劈而下 叶凡双手探出夹住了此剑 想要震断 然而 寸许长的璀璨道剑 并非实体 在这一刻画成一条秩序神殿 粉碎真空 将叶凡的手画作了法则的一部分 几乎割断 鲜血淋漓 冰自绝 叶凡双手合在一起 发出了漫天的光辉 枪里热 他与这柄道剑合一 粘在手中 直取袁骨而去 化为一道神盲 袁骨大吼 发肆凌乱 截出法印 向外轰杀而来 你 太小看袁皇道剑了 叶凡的手 在道剑下融化 但是他的法则也打出了 冰自绝不仅暂时 抵住了袁皇道剑 而且将他自身 化为了兵器 袁骨一声大叫 你 叶凡自身 如一把绝世天剑一样 从他的身体中穿过 杀出漫天的污血 袁光转身 宝轮出现 叶凡伸出一只大手 向前抓去 且一只大脚向下踏来 伸展无量光 不给袁骨转身的机会 不得一声 他踏着袁骨裂开的胸膛 降落在大地上 将其身体剁得四分五裂 叶凡的手指覆盖在 袁光转身轮上 射出万缕霞灰 将其寸寸阵裂 化成一段又一段 法则链条 消失在虚空 他脚下用力 想将那四分五裂的躯体 磨灭 磨杀个干净 结果呢 这名强大的敌手 因为他感觉到了不妙 掌心中的袁黄道剑 将他要溶掉了 地上的几块碎体 全部化成了血泥 但是却被光滑所笼罩 传出远古的怒吼 没入大地下 断了出去 袁光转身轮为一条秩序神烈 巨灭无顶 虽然被毁 但远古掌握这种秘书后 可以在体内继续化身处 逃过了一场死结 原出 原始狐的人全都变色 这样做不是没有代价的 世上没有人可以不死 一次转身就意味着消耗一次本源 能坚持几次呢 人族圣体之强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逼得远古两次转身 让原始狐的皇族都生出了一种忧虑 呛了一声 同一时间 叶凡手中的原皇道剑更赤胜了 长指尖鲜血长流 双手融在一起 发出一缕缕缕道温波动 竟然发生了可怕的画道迹象 怎么回事呢 众人都吃了一惊 方才还占据上风的人族圣体 此时竟发生了危险 处在了毁灭的边缘 画道 一个可怕的词 越是强大的修士越怕 因为早晚有一天会面对 化为天地法则的一部分 自身消逝 人族圣体肉身的强横有目共睹 即便是与古黄嫡系血脉争锋 都不落在下风 而今一柄寸许长的小剑 却要将其毁掉了 人人道歇冷气 这就是远古禁忌秘书的奥秘 牵引画道之力 任你天大的神通都无用 古之大地作画时都要画道 更何况是一个仙二的人呢 叶凡大喝了一声 给我开 疯狂催动冰字绝 强行运转刀剑 要将其自手中崩开 弃入虚空深渊内 然而 此剑很难剥夺下来 几乎溶进了他的血肉中 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不可分离 画道 依然在继续 可怕的天地法则之力不断地涌来 让叶凡的双手一阵模糊 将要消失了 且元神都快被牵引了出来 碰这一声 冰字绝天下无双 为控兵之无上秘书 在最为关键的时刻 将元皇刀剑打了出去 没入一条黑暗大裂缝间 叶凡的手指失去了光彩 像是流失了一股本源精气 消散在天地间 他运转 褶子蜜疗伤 各种降光绕体 可怕的画道力量 叶凡消耗本源 才艰难地将双手恢复过来 方才再向前一步 就是毁灭之渊 太危险了 画道 这就是元皇道剑的真正威力啊 远方 所有人都身体冰寒 连观战的九皇王 神残岭的主人等 都一阵漠然 眸子深邃无比 暗自推延 自古以来 但凡见到元皇禁忌秘书的人 都差不多死光了 原因很简单 这是必杀一击 沾上碧王 人们都很吃惊 人族圣体 竟然可以强行剥离那种力量 让人敬畏 这是一个可怕的种子强者 可对抗元皇秘书 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红的一声 远处 乌光缭绕 道明不绝 一尊魔躯 重现人间 远古脸色多少 有点苍白 两次转身 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他发出低沉的话语 我承认 低估了你 但是杀意更浓了 一头浓密的黑发 在乱舞 眉心正中心 一枚道剑 朔朔放光 正得一身剑鸣 元皇道剑 再次飞出 化成一道绚烂的红 照耀出永恒之光 勾动画道之力 四野 鸦雀无声 人们全都变了颜色 这是一种禁忌的力量 超脱自身 用天地秩序来炼化一个人 谁能对抗呢 永恒的道光 不朽的力量瞬息而止 叶凡双手滑动 演化世间诸多法门 抵抗画道之力 强强的 他的掌指 不时的崩出光辉 与那道剑碰撞在一起 然而却以鲜血淋漓 没有人可以挡这种禁忌之力 你再怎么挣扎也无用 元皇道剑毁灭一切修道人 但凡为生灵 都难逃他一斩 强强强的 元皇道剑 其本质是一条秩序神炼 化为有形的光 哗啦啦响动 那是一条条法则在共鸣 粉碎人世间的一切 摧毁一切生机 噗的一声 叶凡与之抗衡不断的周旋 纵横上百回合 但是终究被劈中了 拦腰阶段 驱赶分离 元皇道剑 斩断一切阻挡 根本拦不住 远古跟进 挥拳猛击 带动起滔天的黑雾 战立设施 旗下园 与周围的黄山 都崩毁了 叶凡断开的两段躯体 一起急速后退 想附和在一起 但是 与元皇道剑 紧追不舍 如影随形 难以摆脱 就是我自己拥有元皇之血 被他斩中也得隐恨 就更不要说是你了 远古很冷酷 眉心绽放出成千上万缕光辉 与那元皇道剑相互辉影 秩序的链条 发出了更为可怕的声响 哗哗哗哗哗的 秩序神殿落下 将叶凡列为两半 几乎等于将他分尸了 鲜血淋漓 惨不忍睹 远处姬子月大哭 李黑水 丽天 庞博 东方爷等人 也都变色 这条神殿太可怕了 蕴含有太古皇的法则 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气息在弥漫 姚池圣子 钟皇 姚池圣女 严如玉等人的脸上 也写满了金蓉 全都变色 人们终于明白 什么是古皇所著经文中 最后一页的禁忌秘书 杀法无双 只要一出必杀强敌 根本就没有办法抗衡 圆皇倒剑 一会儿为寸许长的神剑 一会儿又化为一条秩序神殿 剑出一切敌手 任何生灵都聚化道 夜凡运转 折自密 艰难的修复肉身 躲避这枚道剑 以兵自觉对抗 管其轨迹 想要分辨出道文序里 化为几身道剑 然而他失败了 遭遇了重创 连番交手 揪死一生 这是出道以来 所遇到的最为惊险的一战 几乎要滑到了 后方有人大喝着 坚持住 坚持住 乃是磅礴的声音 夜凡静心凝神 身体九次被抛开后 黄金血液飞洒 触目惊心 强大如圣体肉翘 都虚弱了几分 圆皇秘书 让人惊悚 生死之战 艰苦的一刻 他心中自愈 还从来没有人 将他抛开过九次呢 呛呛的 最终 夜凡运转 冰子绝 还是寻到了一些诡计 摸索出了一些变化的端倪 开始反击 可不 那是华道的力量 连续九次被抛开 就是一尊大成的王者 都已成为天地规则的一部分了 不可能存失了 他竟然 还活着 人们不仅惊恐 圆皇道剑的可怕 也吃惊于 夜凡生命力的顽强 早该死去九次了 然而却坚持了下来 圆皇道剑 并不是真正的兵器 夜凡不能以兵自觉 完全控制 但是 却观摩出了部分规律 此时展开了灵力反攻 六道轮回一拳 他艰难的 以褶自密 洗净化道之力 复原抛开的肉身 神色冷漠 向前杀去 浑身神灰缭绕 拳头上 各种符文闪烁 当地一颗 金色的拳头 打在刀剑上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点点鲜血落下 但是并未斩断 其职 一片璀璨 什么 那是怎样的一股力量 阻挡住了圆皇道剑 人们惊呼 无论是太古各部 还是人族 脸上都写满了震撼之诵 竟然有人 以一双拳头 挡住了古皇的禁忌妙述 像声不绝 像是一道道黄金闪电 在披舞 一叶凡的一双拳头 缭绕着无尽的符文 锁向披靡 砸得虚孔崩坏 圆皇道剑都在抖动 六道轮回拳 真的是这种 盖世无双的拳法 他又出现在了世间 人族一些老修士激动 看出了端倪 惊寒莫名 这是早已失传已久的秘书 原以为再也不能出现了 据传 最后一位学会六道轮回拳的人 语化离世时 曾留下一言 将其刻在了通向成仙的那条路上 说完就化成了飞灰 他是如何做到的 这是许多老修士心中的疑问 叶凡向成仙还差得远 他怎么会迈出那一步 踏出一条成仙路来 七霞园 有一个人神色最为特别 就是天玄石方的那位圣人 嘴唇哆嗦颤抖个不停 我们没有打开那条路 师兄师妹所有人都死了 唯有你带出来了 六道轮回拳 嗥嗦的 叶凡浑身都被盗纹笼罩 一种神秘的光辉流动 以双拳硬喊玄黄岛剑 打出了宇宙初开的可怕声音 六个模糊的古老世界 在其掌指尖流动 有一种开天匹地的力量在弥漫 泄去了画道之力 要将那枚刀剑毁掉 叶凡的掌指尖在流淌 是被刀剑所伤 但是画道之力却难以侵蚀了 在这一刻他心中一片空灵 沉浸在一种无敌的权益中 有我无敌 世间称尊 连大道都不能压制 这是此拳的真意 击落九重天 重开轮回 逆转六道 叶凡以兵自觉 摸索出了元皇道剑的诡计 而今让他避无可避 他挥动金色的拳头 带着六片古老的世界 不断砸下 砰砰的 天地在颤抖 刀剑化成一条神脸在哀鸣 最终快要断裂了 始终无法摆脱 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元皇进进秘术有敌 而今竟然被人要瓦解掉了 这是古之大帝 与太古的皇的一次另类较量 终于 叶凡一拳轰碎了那条秩序神脸 远古大叫了一声 眉心溢出了一缕鲜血 几乎摔倒在地上 叶凡一往屋前 在这一刻精气神全部灌注到了一双金色的拳头中 一声的道行 不屈的意志 化为了一双道拳 在这一刻 他晋升到了一种奇异的妙境中 仿佛与道相合在一起 连破远古九重防御 将其肉身轰碎 噗的一声 光芒一闪 远古的肉泥消耗半圆 以圆光转生轮 在不远处复生 脸色又苍白了几分 额头青筋暴跳 叶凡一语不发 又杀了过去 他身心祥和 但出手时 却霸气无边 一双拳头像是将要九天都轰落下来 拳风将远处的一条条山岭 都陷飞了 在天际崩碎 远古大吼 漫头黑发凌乱无动 眉心中的圆黄道剑再一次出现 光芒更刺目了 不过仙台内却也流出了一缕乌血 当了一声 又是一番可怕的大战 叶凡第二次将圆黄道剑粉碎 让秩序神殿崩断 同时一拳将远古肉身轰杀 此刻叶凡如天地转世 发肆飞舞 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气概 气吞山河 话语啃鲲 我任你复生 活一次我杀你一次 直到将你的不驱意志粉碎 坏了 原始狐的人都变了颜色 叶凡此刻这种气势让人担忧 其内心必充满了一种无敌的信念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让你复活 活一次杀你一次 直到你的意志崩溃 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可想而知 他的信心有多么强大 人们不禁都变了颜色 不少人骚动了起来 这可是太古皇的血脉 却有人敢以这种姿态面对 当成了什么呢 正道上虚如此 有我无敌 管你是诸王还是古皇子 即便是年轻时代的皇父生又如何 当在前者 全部一圈轰杀 古之大地的道 从来都是以白骨一语鲜血铸就的 天玄十方的圣人自语 远古父生额头青筋暴跳 怒发飞扬 今日被人击杀了几次 让他心中憋了一口气 他是何等骄傲的人物 而今却被人连斩 他一声长笑 朕的九天都在隆隆而鸣 天穷都要坠落下来 他斩出各种秘书 但是都乃以党六道轮回拳之威 被朕的横飞大口渴血 终于圆黄道界又一次被粉碎 秩序神殿崩断 如一颗颗珍珠坠落在地 划出一道道的流光